帝都,千军酒店,某包厢。王铁柱早在包厢等待多时,此刻他来帝都已然是半日之后,罗天不负众望黑到了楚家的机密罪证,而这些罪证足够楚家覆灭一百次。有了这些,王铁柱便有了谈判的资格。 知呀。某一刻,包厢房门被推开,从外面进来两名男子,而且,两人实力都极为强横,一人战神之境,另外一人,赫然是半步战神巅峰。那名战神之境的强者,正是当今帝都君主王战天。而在其身后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西北边疆七杀战神,同时也是李叶寒覆灭天海杨家那个杨岳峰的最高长官,龙帅。战神强者?西北边疆战神龙傲天,感受着王铁柱的气息,周身煞气萦绕,满是警惕,天权安保,藏得真是够深的。 想必阁下,便是帝都君主王战天吗?还有西北边疆战神龙傲天阁下?王铁柱云淡风轻地说着,想必两位,也知道我代表谁而来。叶绍说了,天权安保永远不会同战部,以及华夏为敌。况且,我们的天下并非在国内,而在贝斯特宫国。此次前来,是叶绍让我带给你们战部一份大礼。王铁柱说罢,便将一个U盘递给王战天,王君主,龙帅。这里是帝都二流世家储家的诸班罪证。当然,其中有着通敌叛国,贿赂战部提 行司等各方高层的证据,这也是我代表天权安保的诚意。哦?王战天听到王铁柱的话,接过U盘,接而递给七杀战神龙傲天。傲天,你看下。好。龙傲天看了眼王铁柱,便是将那个U盘接入了带来的电脑中,很快便是自电脑中出现了储家的诸班罪证,什么将战部治安室等各部的机密卖给敌国,各种洗钱手法层出不穷。碰。一股弥漫整个包厢的杀气涌动,帝都储家,罪大恶极,找死。王君主,此罪证对 我没有大用。龙傲天深吸了口气,此罪证不仅关乎帝都储家,甚至还有其他至少十多个家族的各种勾当,若是彻查,帝都必将血流成河。四。王战天听闻,心头不由为之一阵。你身后的那位,当真是个奇人,说起来,他也算是我王家恩人。不知我北部边疆战神灵帅献如今如何。嗯。听到王战天的话,龙傲天眸光一凝,接着视线落在王铁柱身上,眸间闪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王铁柱听到王战天的话,微微一笑,灵帅作为夜少献如 最信任的手下,亦是冥王殿的三大天王之一,实力已然迈入战神境巅峰。轰此言一出,龙傲天同仁骤然一顿,即便王战天都是心头大振,战神境巅峰,这可是在他们战部都只有一两位的存在。没想到,灵帅笑名夜玄没多久,便已然达到了这种程度。当然最为震动的,要属龙傲天,毕竟林峰未曾退役之前,他们可是实力相当,如今那个家伙,已然迈入了战神境巅峰。那个夜玄究竟是什么人?或许,你们应该查到了光明神殿接连两波强者被 灭的事情了吧?那都是凌风天王带对干的。而且死在凌风天王手中战神之境的四亿天使,至少不下五位。那个疯子,他,杀了五名战神强者。龙傲天瞎了瞎嘴,这个消息对他的冲击同样前所未有的强横。当然,除了今天楚家罪证的礼物,夜少还让我给帝都战部带来一份礼物。接着,王铁柱自口袋中取出两只橘子,两位是否很好奇,为何天全安保和冥王殿发展如此之快,这便是原因。两位若信得过在下,可以品尝一下,便知缘由。嗯…… 听到王铁柱的话,王战天一正,龙傲天见状,王君主,我先试试。说吧,龙傲天便将其中一只橘子包开吃了下去,毕竟他同王君主相比,他可以有事,但王战天绝对不能出事。橘子吃下,当即龙傲天便是感到身体里澎湃的能量涌动,一张脸都开始战红,周身气息鼓动,如此一幕看得王战天大惊。那只橘子,竟如此神气。砰。接着,一股无形的气场以龙傲天为中心,散向四级。龙傲天整个人眼珠子瞪得滚圆,完全不敢相信地看 看着双手,我这是战神之镜。王君主,我竟然迈入了战神之镜。龙傲天整个人都愣在了场中,他卡在战神镜巅峰已有数年,没想到如今却被一只橘子给破了镜。这若是传出去,绝对会惊掉所有人眼球。王战天见此,微微迟疑了一下,将剩下的那只橘子吃了下去,不出意外,其身上的气息也强横了不少。此无妙用,相信两位已经有所了解。这种橘子,此次夜哨让我带了一吨。扑克嗨嗨。听到王铁柱的话,王战天和龙傲天两人 直接就傻眼了,差点没被自己的唾沫给呛死。多多少,龙傲天整个人都傻了,卧日,如此神物,竟然有一吨。若是如此,那他们战部的实力,岂非直接暴涨十倍?不,至少一百倍,甚至更多。这是真的,王战天这一刻都不淡定了,奶奶滴,若是有了这些神奇橘子,即便黑暗教廷和光明神殿,他们也都不用忌惮。当然,最最重要的是,这般的神物,那个夜悬竟然如此送给他们战部。这份大礼,不可谓不大,而他们也不可能拒绝。 王铁柱见着两人震动的神色恶,对此他早有预料,夜少说了,天拳安宝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既然天拳安宝以仗华夏而强大,那这种强大,定要回馈华夏。四。龙傲天听闻此言,一阵汗言,之前他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那个夜悬的格局,超乎我等想象。开玩笑?龙傲天就是再啥也知道,灵帅都迈入了战神境巅峰,那他所效命的夜悬,其实力起飞超越战神境巅峰,只是那是何种境界,他自己也不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听到王铁柱的话,你难了好一会儿,接着谋光绽放金芒。好,好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好,凭夜悬的胆破和此间对我占步及华夏大恩,我代表占步,愿意跟天拳安宝合作。王湛天未有犹豫,因为他知道这是他们占步乃是华夏的一次机遇,虽然不知道那个夜悬如何做到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占步将因这些神啸橘子而强大至少百倍。王君主,龙帅慢走。包厢出口,说定了合作细节后,王湛天同龙傲天便是离开返回占步,毕竟,他们可是 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着很大可能被心怀不轨之人察觉,所以,他们并不会在这种地方逗留太长时间。送走王湛天二人,王铁柱嘴角弯起弧度,引了口手中相鸣,继而站起身来,视线眺望向大型落地窗外帝都美景。他很明白,在如此美景之下,暗藏着汹涌诡局的局势以及各方势力。而他很庆幸当初选择追随了夜少,当年之仇,黑暗教廷必定要为之付出血的代价。黑暗教廷等着吧,你们的末日不远了。王铁柱深吸 了口气,数年前,他们所在的雇佣兵团毁于一旦,无数生死战友被黑暗教廷的阴谋,客死一乡,一桩桩血仇,王铁柱未曾有一日忘记。宣泄了许久,回神过来的王铁柱继而拨通了狼牙的电话。喂,狼牙。王湛天已经答应合作,只要事情不过,火战部不会插手。楚家,包括帝都其他诸多家族,这次完蛋了。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天权安保,以最快的时间遍布帝都各行各业。是,王哥。对面应了一声,接着王铁柱便是挂了 电话,继而感慨万千,叶绍真乃神人,虽然在天海,却将帝都局势分析得一清二楚。接下来,无疑天权安保将同战部获得共银局面。防弹商务车中。傲天,你觉得此事该如何做?王湛天坐在商务车中,问向一旁满面铁青的龙傲天。杀。龙傲天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一个字传开,商务车中的温度瞬间骤降十数度,那名开车的一流手下都是捏了把冷汗,我滴乖乖,龙帅比传闻的还要可怕。这气息太强了 帝都楚家,最大恶极,灭族都是便宜了他们。龙傲天冷哼一声,四大顶级家族皆有堪比战神境巅峰的强者,至于一流家族皆有战神强者守护,至于楚家不过有半部战神巅峰的高手作证。若是之前,我或许无法做到催枯拉朽之事,覆灭楚家。但如今,说到此处,龙傲天握了握双拳,楚家支流半部战神巅峰强者,我翻手便可击杀。好,听到龙傲天的话,王湛天双眸涌动两缕精芒,既然如此,� 龙帅听令,属下在。龙傲天郑重出声,他很明白接下来的命令将决定整个帝都的局势,命你今夜即刻对楚家政法,但有反抗者,杀无赦。顿了顿声音,龙傲天继续道,凡其中证据确凿,涉案其他诸多家族,一并处置。遵命。龙傲天郑重出声,周身煞气更浓郁了一分。傲天,不知,你对那个叶玄如何看?下完命令后,王湛天看向龙傲天问道,此子绝非池中之物,若是给予其时间,其成就绝对远超我们想象。 龙傲天沉吟了一下,继续道,王君主,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如今,叶玄将冥王殿以及天权安保,揭示众心偏向贝斯特公国,虽说是避免同战部和坏华夏冲突,但他的真实意图是创建一个堪比华夏,甚至比华夏更强大的国家。嗯……听到龙傲天的话,那名开车的司机差点没稳住车神。他听到了什么?在他们如今战部高层传得沸沸扬扬的叶玄,他要创建一个比华夏还强大的国家。这怎么可能?要知道,他们如今华夏在国际上站立绝对能 排进前五,甚至前三。若是比他们华夏还强,那岂非拥有抗衡米国,甚至超越他的实力。当晚,帝都,楚家庄园,作为帝都为数不多的二流家族更有着半部战神强者坐镇。这些年来,他们已然发展成为二流家族顶尖的存在,只要他们家族中再出现战神强者,他们便可一步登天迈入帝都一流家族之列,正因为各种见不得光的勾当,才使得他们楚家发展得如此之迅速。夜幕降临,无尽伸手不见无止的黑暗,吞噬了天地间的最后一缕亮芒,整个世界� 仿佛被一张遮天巨网盖住。哄,均用卡车咆哮的声音,于某一刻响车在楚家庄园远处,游远急近急速驶来。滋滋,吱吱吱吱,倒到急刹车声,刺破寂静的夜幕,响车在楚家庄园上空,刷刷倒到炽热的白赤灯亮起,楚家庄园的众多强者齐齐震动,第一时间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下车,包围楚家庄园,一只苍蝇都别放过去。是,一道嘹亮的声音,响车夜幕,啪哒啪啪� 啪啪啪!稳健而紧促皮鞋踏地的声响传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足有数千战步精英便将楚家庄园尽数包围,子弹上膛,全副武装,已然进入战备随之可能开战的状态。楚家庄园,别墅书房,碰!书房房门被拒离闯开,一名楚家顶级高手,脑门斗力大汗珠,满脸,惊恐地来到书房。老爷,出大事了!庄园庄园被人围了!啪!正写着毛笔字的中年男子,此人赫然是楚家家族楚男雄 一身实力更是足有顶尖实力 来人是他的心腹手下 听到声音后 手中毛笔阴声而断 纸张下的沉香檀木桌案 都被距离之下 按出一道裂纹 你说什么 楚南雄下一刻 令人窒息的气息涌动 接着便是无边怒火 好大胆子 敢公然为我帝都楚家 是四大家族 还是一流家族 故都 那名心腹手下吞咽了口唾沫 眼皮子狂跳不止 兜兜不是 是是站 站步 哄 楚南雄听闻 心头未知一颤 听到站步来人 楚南雄哪里还淡定的了 要知道 站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可是掌控着他们各大家族命脉 只是怎么会 所有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 不可能出现问题的 这一刻 楚南雄极为不妙地感觉愈发浓郁 去 召集家族所有强者 必要是同站步开战 吃吃 少许后 一道道身影 自四方闪身 进入楚家庄园 不出意外 这些赫然是楚家在外的诸多强者 听到家族紧急召集 他们可不敢耽误分毫 楚家通敌叛国 侵害民众及华夏权益 所有人束手就擒 接受战步制裁 但有反抗者 死 龙傲天的声音红亮传开 响彻在楚家庄园的每一处角落 意在这间 数架直升机盘旋于空中 武器齐齐地对准楚家庄园 一声令下 便可将炮火覆盖楚家庄园 什么 楚家庄园的众多高手看清来人 皆是心神跌入了谷底 七杀战神龙傲天 该死 怎么是他 那个疯子 不是在西北边疆吗 这下坏了 此人实力足有半部战神巅峰 看来战步对我们势在必得 整个楚家庄园 一时间惶恐万分 七杀战神龙傲天 人的名术的影 他的称号七杀战神 那是硬生生自死人堆里杀出来的 虽说其是半部战神巅峰 但其战力说是战神之境都不为过 放肆 就在龙傲天声音落下 又一道声音自楚家庄园外传来 身影一闪便是来到场中 此人正是楚家最强之人楚阳云 龙傲天 你好大胆子 竟敢带着战步为我帝都楚家 你真当战步一手遮天不成 声音落下 楚阳云周身半部战神巅峰的气息全开 再有一线 他便可迈入战神之境 届时 楚家也将彻底摆脱二流家族 迈入一流家族 二说 楚男雄见到来人 谋奸一喜 这是他们楚家的最强 也是楚家晋级一流家族的希望 哼 龙傲天看着楚阳云 冷哼一声 战步得到确切情报 你楚家通敌叛国 楚家家主更罪恶滔天 包括你在内 跟我回战步接受制裁 若有反抗 定让等命丧当场 听到龙傲天的话 楚阳云嘲讽一笑 龙傲天 你真当自己被人称为七杀战神 便可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想让我楚家束手就轻 不可能 楚阳云得到线人消息 战步掌握着 足以让他们楚家覆灭全族十数次的罪证 所以 楚阳云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再商量 对着楚男雄使了个眼色 而楚男雄会议 显然他知道 怕是他们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败露 违京之计 只有冲破战步封锁 远顿国外 男雄 走 吃的一声 楚阳云便是化为流光 斜着恐怖的攻击 压向了龙傲天 其在军中如若战神 不过在他楚阳云的眼中 不过是个好运的小子罢了 走得掉吗 龙傲天身影一闪 便是在楚阳云震惊的目光中 一拳砸在其心口 下一瞬 楚阳云便是口中鲜血飙出 夹杂着内脏 当场重创 砰的一声 狠狠砸在地面 整个地面都因为而产生震动 什么 刚准备逃离 迈出半步的楚男雄 看到场中二叔楚阳云 被一招废掉 整个人呆若目击在了原地 不过当看向龙傲天 周身散发的气息 整个人通体冰寒 战神 不可能 龙傲天怎么可能 迈入战神之境 近乎刺耳难以置信的尖叫声 自楚男雄口中传出 楚家庄园的众多强者 竟是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绝望 开玩笑 战神之境 那个龙傲天 已经迈入了战神之境 该死的 这还怎么打 逃 没错 在场所有人皆是 有着共同的想法 楚家这些年 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 他们太清楚了 可以说 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着不识数条的无辜生命 他们怎么可能束手就擒 嗖嗖 下一刻 楚家庄园的众多高手 便是朝着各方狼 被逃离了开去 而对此 龙傲天未有丝毫动作 逃 你们逃得掉吗 动手 随着龙傲天一声令下 下一刻 上百道身影 齐齐而出 每一道身影 都有着顶级高手的实力 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接着便是 十道半部战神强者 齐齐出现在场中 什么 不 十名半部战神 不可能 砰砰砰砰砰 道道尸体自空中跌落 请客之间 便是不下上千道 这些无一例外 全都是楚家庄园的高手 一个二流家族尚且如此 可想而知 帝都那些一流家族 乃至同王战天一般的王家 族内高手有多少 所以 也是在父亲王玄宇的权力支持下 他才敢如此动作 否则 给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 一夜之间 帝都二流世家 楚家覆灭 这可比之前三流世家 陈家 更为来的震撼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龙傲天留下一名心腹 收视残局 接着带人便是朝着另一处 同为二流世家的蒋家 杀了过去 这一夜 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要想彻底改变帝都风气 这些都是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也是由于龙傲天 长年厮杀在边境 身上有着帝都战步 强者所没有的果断 和铁腕手段 而这也是王战天 之所以将他召回来的原因 一个时辰后 杀 伴着帝都三流世家 同家被灭族 龙傲天带着战步精英 中世结束了战斗 这间 龙傲天的一名心腹 前来汇报 龙帅 同家所有抵抗者全灭 今夜任务 共覆灭十八家族 半部战神巅峰强者击杀八人 半部战神强者击杀二十人 顶级高手击杀三百人 一流高手击杀两千二百六十八人 诉说着战绩 这名心腹都嘴角抽搐 奶奶滴 他们之前在边境 可是一年都没有这般战绩 帝都还真是强者云集 只不过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至于接下来 又将有多少家族势力被灭族 他也不知道 撤 龙傲天 嗅着同家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眉宇微醋 闪身离开了场中 这一夜 说是血洗了帝都不为过 各大家族得知七杀战神 连灭十八族 一个个静若寒蝉 人人自危 帝都局势一时间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动荡 帝都局势 瞬息骤变 战步西北边疆七杀战神龙傲天 一夜之间 带着数千顶级高手 连灭帝都十八家族 这一刻 震动了除却帝都王家之外的 所有大家族 其中赫然包括 除了王家之外的 姬家宋家以及赵家 一时之间 各大家族人人自危 虽然姬宋赵三家 并未那般惧怕 但也真正预感到了 帝都局势接下来 将会掀起数十年来 从未有过的血雨腥风 三大家族不约而同的 严令各自家族子弟 闭门家中 没有迫切要处理的事情 不得擅自外出 帝都四大家族之首 王家会同战步 这是要肃清帝都驻虫了 此间事情别人不知 他们却是一清二楚 数十年前 王家现任家主 亦是华夏国的开国 元勋王玄宇 当年做过类似的事情 而那次可比眼下的 阵仗大多了 亦是那一战 王家奠定了 帝都四大家族之首的位置 同时也是有着 王家坐镇帝都 这才使得各方萧小 不敢在华夏境内放肆 那一战 至今三大家族记忆犹新 若非他们根深蒂固 怕是当初也同那些 一流式加班 被王玄宇 以及现如今的 华夏无脑除去 而这天 也被后人称之为 占天之变 有个十八族被灭 这个没人知道 时间就这般 在轰轰烈烈的 帝都血洗浪潮中流逝 在此之间 帝都不知何时 悄然出现了一个 另类的存在 那就是天权安保 没错 战部所灭家族的所有势力 安保任务 全部交给了天权安保 至于掌管 则是由战部直接干预 其他各大家族 看得目瞪口呆 接着便开始查 天权安保的幕后指使 只是无论如何 他们都查不到 任何蛛丝马迹 只知道 天权安保来自天海 至于那些知道 天权安保背后势力 皆被战部下达绝命命令 一旦泄密 无论是谁 全族将以叛国罪润处 开玩笑 王战天此令一下 谁敢泄露半个字 直到这天 天海侠下阳城 发生了一件 震动满城的事件 天蒙蒙亮间 阳城千军酒店上空 落下了一片 红色玫瑰花瓣 静静躺在了千军酒店 顶层阳台之上 显得格外醒目 接着 五片 五十片 五百片 整个阳城上空 于这一刻 出现了漫天的 红色玫瑰花瓣雨 而当众人看到 漫天的玫瑰花瓣雨后 先是一愣 玄机同人便满是震动 这是夜玄男神 和那个女孩 盛世大婚的日子到了 不错 二十天的酝酿 整个阳城 可以说对夜玄 和骆天一结婚的事情 人尽皆知 甚至阳城无数人 都在等待着这一天 虽然他们不知道 骆天一的名字 但夜玄的名字 他们他知道了 歌坛的传奇 二十天前 一己之力演唱会 邀请了歌坛的 半壁江山 一个绝对狠人的存在 虽然 他们并不知道 夜玄的其他身份 但仅仅这一个身份 就足够让他们 如此备受瞩目 漫天玫瑰花瓣雨 好大手扁 这一刻 无数情侣和夫妻驻足 仰头看着 速速落下的 玫瑰花瓣雨 正正出神 特别是那些单身狗 竟然从这些 漫天玫瑰花瓣雨中 嗅到了 那该死狗粮的味道 好甜 好难吃的那种 我的天 怎么可以这样子 如此浩大的盛世婚礼 呀得 考虑过我们 单身狗的感受了吗 哇 羡慕 好羡慕呀 好羡慕那个 叫洛天玫的女孩 她绝对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最最幸福的女孩了 不啊 男神不要啊 求求你不要结婚好不好 给我们一点 希望好不好 男神 我再也不喜欢你了 你怎么能结婚呢 你结婚的对象 应该是我啊 造化如此 天玫弄人 为何好男人 都是别人家的 哎 我决定了 今后要是有人 以同样方式娶我进门 我发誓我永生永世 都爱到他海枯石烂 整个阳城空前沸腾 这一刻 可以说 阳城成为了整个天海的焦点 千军酒店 顶层 总统套房 四 苏东梅倒吸了口凉气 正正出神地望着窗外 老洛 刚刚电视报道 说 整个阳城上空 都被玫瑰花瓣与覆盖 这我不是在做梦吧 这都是夜旋干的 这得耗费多少钱 简直难以估量 孤独 骆明天 透过大型落地窗 放眼看向 一望无际的玫瑰花瓣语 奄然成为了一个童话世界 继而深吸了口气 曾经我问过天一 他最喜欢的 就是这般满城 童话般的婚礼 夜旋如此做 皆是为了 原咱们女儿的梦幻童话梦啊 单凭此 粗略估计至少数亿 甚至十数亿 如此手笔 必将轰动整个华下 顿了顿声音 骆明天继续道 我敢说 今日的婚礼 必将打破所有记录 天一 也必将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只可惜 她跟我们的关系 永远无法弥补得毫无瑕疵 听到骆明天的话 苏东眉眉间 微微促起 不过很快 便是被远处天际的一大树 鲜花给惊到 老温 快过来看 那是好大一束玫瑰花 这得多少啊 嗯这 竟然是真的 我的天 这操作 骆明天看到高空数架直升机 共同吊起的一大束玫瑰花 直径至少有数米 之前我听千军酒店的人说 没想到却是真的 东眉 这 这是夜玄给天一的玫瑰花束 据说一共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象征着天长地久 自半个月前 就开始预定 这其中一只价格 都要一百二币 也就是说 这一大束价值 直接近千万之巨 苏东眉 老骆 你说什么 苏东眉听到骆明天的话 直接傻眼了 一束花 价值千万 疯了 这也太败价了呀 无可否认 夜玄的一波操作 直接将老丈人和丈母娘 都给整猛逼了 如此操作 简直丧心病狂的令人发指 一束花 价值千万 苏东眉直接被这一操作惊傻了 他们之前重男轻女 对骆天一百般不喜的女儿 如今竟被一个男生 如此相待 原来 他们的女儿 竟是配得上这般的盛世豪华婚礼 此举不说后无来者 但绝对前无古人 阳城高铁站 吃吃 随着高铁竞站精准的挺好 一鸣鸣自高铁上下来的人们 全都被此间梦幻的一幕给惊呆了 啊 这是 玫瑰花扮雨 我的天啊 简直不敢相信 这究竟如何做到的 一望无际 莫不是整个阳城 都下着这般的玫瑰花扮雨 真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压压呸的 哪家的败家子 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如此操作 真心刷新了 我对败家的认知 刷 刷刷 就在这时 某一刻 整个阳城的所有建筑之外 同一时间 皆是亮起了弱大银瓶 即便高空之中 都出现了直升飞机 升起的弱大银瓶 银瓶之上画面一转 出现了一个帅气的身影 那道身影 不是别人 正是夜选 四 高铁站某角 四个人齐齐倒吸了口凉气 这四人不是别人 正是萧明路通 以及张子天 还有怀有身孕的林雨昕 我滴乖乖 老大这是要疯了 压呸的 搞了满城玫瑰花扮雨还不算 这还又撒狗粮了 卧日 哇塞 老大这也太浪漫了 搞得 我都想嫁给老大了 我滴乖乖 老大这样绝壁 会让人赶死的 四人吐槽地 看着素素花扮雨中 迎屏上一般无二的画面 仿佛置身于了高科技童话世界 很高兴各位亲朋好友 能见证我跟骆天一女士的婚礼 没错 今天我们结婚了 画面中的夜选 显然有些小紧张 今日 阳城满城玫瑰花扮雨 以及满城的视频 便是我对骆天一女士爱的外在显话 而正是那个偶然 将我们的人生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夜选的娓娓到来 阳城某处 骆天一已然哭成了泪人 满眸的静视感动 无穷无尽的甜蜜 和幸福牢牢地将其包裹 掀手张开 感受着 速速下落的玫瑰花扮雨 自指尖滑落 继而落在地面 同已然覆盖了一层的玫瑰花扮 融在了一起 这里是阳城兴隆广场 而骆天一之所以来这里 正是夜选约来的 只是此刻并没有夜选的身影 唯有天地之间 速速降落的玫瑰花扮雨 以及真情的告白 接下来 这个短片将见证我们 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相爱之旅 随着画面中夜选的声音落下 接着便是播放起了 一幕幕抓拍的画面 当然这一切都是系统自动合成的 夜选只不过花了一万块而已 不过 绝对物有所值 清晰度比1080P 还高好几倍 扑痴 看着一张张图片的播放 特别是背景音乐 还播放着 左老婆好不好 超暖超甜的歌 这一刻 无形的狗粮 可以说充斥在了 整个阳城的任何角落 无数阳城的萌妹子们 看着此间震动心神的画面 感动得稀里糊涂 眼泪哗哗地往外流 怎么能这样 为什么这么好 这么暖的男人不是他们老公 这是为什么 完蛋了 我好想爱上夜选男神了 怎么办 他今天大婚 好想把他扛回家 关起门来摸摸的 男神 不要结婚好不好 我可以为你 做任何事的 那个叫洛天一的女孩 也太幸福了吧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画面也在一张 接着一张播放 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 就在画面继续流转之间 一道帅气的身影 自广场一角 一步一步地踩在 被玫瑰花瓣雨覆盖的 广场地面 方向赫然正视洛天一 很快 就是来到了 情动莫名的洛天一身旁 哇塞 快看那人是叶玄 我的天啊 那个女孩不就是洛天一吧 今天的新娘 我低乖乖 这颜值也太美了 比画面里的 还要漂亮好多 压压的 叶玄显然未曾理会 而是笑盈盈地 看着那个感动到不行的女孩 老婆 你的愿望 我帮你实现了 超暖的一句话 仿若是压垮了 落天一心里承受的 最后一根稻草 就这般迈开着小脚丫 朝着对面那个心爱 喜欢到不行的人 怀里扑了上去 点起脚尖 直接亲在了叶玄嘴上 这一刻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就这般 法式长吻 直接燃爆开来 速速落下的玫瑰花瓣雨 真情的告白 外加此间场中的法式热闻 画面没炸了 哇呀 尼玛 这突如其来的狗粮 吃得老子措手不及 不啊 奶奶爹 我做错了什么 一大早地给我看这个 完了 这狗粮 我看怕是要吃一天了 法式热闻 那个新娘好生猛 好霸气 敢爱敢恨 难怪夜神如此对她 男神 就算你结婚了 我也是你的粉丝 嗯嗯呐 我也是我也是 周围民众们激扎吐槽 狗粮暴击 瞬间以着夜玄和落天一围中心 散向似及 满场瞬间赶到狗粮窃烯般的 涌入口中和鼻中 特别是那些单身狗们 看着夜玄和落天一的场中热闻 你妹的 真的很想冲上去 将两人掰开 大声高喊 放开那个女孩 让我来 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 不绝于耳的快门声 自场中响起 不要钱地拍着场中 两人法式热闻的照片和视频 而落天一 此间对这些 完全不加理会 因为她的世界里 此刻 只有自己和超宠自己的自家男人 自己真的好 爱好爱她 而且还是想要爱死 她的那种感觉 千军酒店 偌大广场前 一束直径数米的玫瑰花束 摆放中央 至于千军酒店 为了他们老板今日大婚 他们直接推掉了所有订单 因为今日千军酒店 要将全部的精力 放在老板的婚礼上 这天 无疑是杨成前所未有盛大的事情 作为杨成首富荣掌和 此间赫然也在场中 而当荣长和听着 秦家林也父亲的介绍 荣长和的心脏和肺部 都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紧紧钻握住 天海诸多二流世家 一流世家 乃至三大顶级家族 皆是旗帜 林父的话 差点惊得荣长和一口气 没上来昏厥过去 当即背后便是一身冷汗 心头无比的庆幸 幸好当初自己被秦家及时告知 否则 他们荣家现在还存不存在 都是两说 开玩笑 荣长和能成为 现如今杨成首富 不是没有原因 可以说 此间天海的所有势力 尽数到齐 以此阵容 见证夜旋盛世婚礼 此间已然说明了一切 各方宾客到齐 一位老者出现在台上 这位老者赫然正是 天海大学的校长徐维明 看到出现在台上证婚人 肖明 林雨昕等人 全都猛了 我撤草惠母 这是 校长 我低个神 老大厉害了 不出意外 天海大学校长徐维明的出现 着实将肖明等人的眼珠子碎了一地 奶奶低 老大这是什么操作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老大现在牛逼了 连校长都来为两人证婚 不过 还真像那么回事 毕竟老大和嫂子 都是天海大学 若是外界知道 两人此刻都还是学生 不知会是何种反应 尊敬的各位来宾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中午好 我是天海大学校长徐维明 今天的主角叶玄和洛天一 都是我校学生 徐维明微舒了口气 有些僭越的说着 毕竟叶玄是他老板 有时候等待是一种美丽 我想 大家都会记住 今天这个不同寻常的盛世婚礼 因为今天 将在这富丽堂皇的千军酒店 有着一对新人 步入婚姻的殿堂 身为他们的校长 我忠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和自豪 下面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角 新郎新娘登场 说到此处 徐维明的声音 都提高了一个分贝 由此可见 他的心绪 亦是有着些许波动 刷 随着徐维明的声音落下 各方记者此间 齐齐的长枪短炮 聚集在了红地毯入口 咔嚓咔嚓 不要钱的快门声死命按下 以着最快的速度 各大媒体们 何其地丧心病狂 不过这也不怪他们 毕竟 着实此次夜选搞的事情太大了 由不得他们不如此 奶奶爹 他们得亏来了 不然绝对会后悔地哭婚在厕所 呀的 这可是前所未有盛世婚礼的第一手资料 何其珍贵 终是 某一刻 随着两个萌哒哒的小萝莉 出现在红地毯上 两个漂亮可爱的小萝莉 不是别人 正是小孟如和林峰的女儿林小彤 同时也是当今王家掌权者 王玄宇的外孙女 帝都战步王战天的外甥女 当然 知道这件事的人 在这个世上都不超过双手之数 除血王家的人 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之所以如此 就是为了林小彤的安危着想 不然林峰也不会隐姓埋名那么多年 这是 语嫣和林小子的孩子 王玄宇看着担任花童角色的林小彤 激动得老木颤动 这还是他第一次 看到自己的外孙女 这个小彤 长得跟你妹妹语嫣小时候一模一样 爸 帝都战步君主王战天 掺住自己父亲 虽然自己父亲实力比他还强足有战神境巅峰 但此刻王战天知道 是父亲最脆弱的时候 放心吧吧 现在林峰不是已经开始给宇颜报仇了吗 终有一天 我们会让光明神殿付出代价 王战天双拳紧握 眼眸沙芒涌动 这一刻 无可否认他动了杀心 王宇颜在他们一辈中 年纪最小 从小便是得到全家人的疼爱 当初王宇颜被杀身亡 整个帝都陷入风雨飘摇 那一夜的王战天 亲自带队 灭了不下二十多个家族 可惜的是 并未查到究竟背后何人指使 光明神殿 王玄宇这一刻满腔怒火 动我最疼爱的女儿 老子即便拼了这条命 也要让你们付出千倍万倍代价 速速玫瑰花半语 没人知道 这之下蕴含着怎样的血海深仇 叶父叶母 此刻看着自家儿子的大手笔 脸上乐得合不拢嘴 呼 这臭小子 真是够浪漫的 不愧是老娘子 陈小婉感慨地说着 脸上的骄傲和自豪之色 丝毫不加掩饰 开玩笑 自家儿子如此优秀 如此宠自家儿媳妇 他大肆宣扬 甚至让全世界都知道 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会不高兴 呵呵 这小子 不得不说 颇有我当年几分风范 叶父这间 意识甚为欣喜地说着 不过此言却是引来叶母的一个白眼 几分风范 陈小婉接底无情地打击着 莫不是儿子此间 是你当初的至少一万倍 扑克嗨嗨 听到陈小婉的话 咦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叶父见到周围没人注意到他们 不由地舒了口气 若是被人看到 那多没面子 这个娘们还真反了天了 看来是时候重振夫刚一把 叶父如此想着 若是被叶母知晓 不知会做何感想 哼 就你当初为我准备的婚礼 连个像样的酒店都办不起 我能嫁给 你是你们老叶家祖坟上冒清烟 叶父叶母半嘴的时候 盛世婚礼的主角 纯手工定制黑色西装 以及价值至少数百万级别的白色婚纱 叶玄和骆天一的身影 终是出现在了红地毯上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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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道快门声 这一刻更加急促的 自各大媒体记者持着的长枪短炮中传出 不过当看到他们来此的目标 直接被惊到了 我爹 这是 新郎太帅 新娘太美了 可不吗 他们随便一战 那就是一副唯美的画面 奶奶滴 爱了 爱了呀 呀呀呸的 搞得 我又重新开始相信爱情了 我敢打赌 今日过后 国内的结婚率都会飙升一大减 各大媒体记者一边拍着照片 一边还不忘吐槽 场面丧心病狂的令人发指 特别是镜头中速速下落的玫瑰花扮雨 使得画面更是增添了一分神秘和甜蜜的氛围 方子航林雨昕等人 看着自家老大和嫂子的盛装出席 皆是眼眸为之一亮 老大 帅炸了 张子天第一个瞎了瞎嘴 无比感慨着 接着视线再度落在自家嫂子身上 更是同人为之一所 嫂子 这是 我滴乖乖 天仙下凡也不过如此吧 没 特娘的 太美了 张子天愣神地看着场中 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 一旁的方子航和路通也好不到哪去 即便林雨昕都是视觉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原来嫂子的颜值 竟然可以达到此种程度 好可怕 骆明天 以及苏东梅两人也是傻眼了 他们的女儿 原来这么漂亮 之前怎么就没发现呢 各方位之一经间 伴着喜庆的音乐 叶璇和骆天一在众人瞩目下 来到了已然被漫天速速 玫瑰花瓣雨铺满的台上 此情此景 众人感慨万千 良辰美景 天作之和 这是众人脑海不约而同浮现的一句话 徐维明看到叶璇和骆天一来到镜前 微微舒了口气 这才开口 叶璇先生 你愿意娶身旁的这位姑娘吗 从今后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疾病 一心一意 忠贞不渝地忠于她 保护她 珍惜她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叶璇看着眼前 仙女下凡般的角色佳人 坚定的声音自音响中传出 徐维明此刻输了口气 压得 给老板主持婚礼 着实压力山大 虽然自家老板 也是天海大学的学生 不过 现在可不是松气的时候 接着拿起话筒 视线落在骆天一身上 骆天一女士 你愿意嫁给身旁的 这位英俊的先生吗 从今后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疾病 一心一意 忠贞不渝地忠于她 照顾她 关心她 你愿意吗 我愿意 骆天一也是没有犹豫 因为等这一天 她等了太长的时间 叶璇给了她太多太多的感动 而就在今天 他们向全世界宣布 他们结婚了 从今天起 他们就是夫妻了 被所有人所知道的夫妻 接下来 交换结婚戒指 双方父母发言 盛世婚礼 一度地被推向了高潮 办了多小时后 徐维明宣布 两人成为合法夫妻 同时宣布 盛世婚宴开启 绚丽的烟花自四周绽放 随时白天 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 空中不知多少道的烟花 持续了十多分钟才结束 之所以如此 完全是怕因此而耽误了婚宴 此次婚宴 千军酒店大半七天 如此操作 完全地将豪横二字 彰显到了淋漓尽致 而婚宴开始敬完酒 叶璇便是同落天衣 消失在了千军酒店 不对 准确来说 是消失在了阳城 此间婚礼一角 有着两个小家伙 羡慕地看着场中 这两个小家伙 一个是叶小刀 另一个赫然是林千千 喏 千千 我给酒店要的鸡腿 是你最喜欢吃的 偷偷摸摸的叶小刀 来到一处 不易被人察觉的地方 小声着 林千千见到超好吃的鸡腿 胃口大开 谢谢你 刀刀同学 嘿嘿 听到自己女朋友的话 叶小刀傻乐地挠着脑袋 谢什么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还有 我在网上查了 说你现在怀孕 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平时也要多吃点蔬菜什么 叶小刀一副小大人的说着 不过听得林千千愣愣的 啊 要吃那么多啊 可是 要是我长胖了怎么办呀 林千千听到叶小刀的话 微醋着秀眉想着 那般的模样 可爱极了 哪有 千千你一点都不胖 就算你再胖一百斤 我都不嫌浅 叶小刀真挚地说着 自从上次分开后 她一有时间就上网查 怎么照顾怀孕期的女生 还有千千女生怀孕的时候 她要注意些什么 等等等等 真大 听到叶小刀的话 林千千脸蛋上 涌现得满是开心 这种感觉好奇妙呢 感觉幸福的冒泡泡了肚 对了刀刀同学 怎么没见你堂哥和天一姐姐呢 林千千吃着鸡腿 补充着怀孕所需的营养 好奇地问着叶小刀 哦 对了 堂哥 让我跟二伯和二伯母 说他们先离开去旅游了呢 叶小刀听到林千千的话 突然啊呀一声 坏了 这是 我还没跟二伯和二伯母说呢 那什么千千 我先走了 说完 搭搭的叶小刀 便是跑去找了自己二伯父和二伯母 告诉他们 堂哥和堂嫂 已经离开酒店去度蜜月了 另一边 驶往天海机场的途中 呼 叶玄 我不是 在做梦吧 我们这就 结婚了 开着窗户 任由舒服凉爽的 微风吹拂着脸颊 洛天一近乎梦意地说着 刚刚的一幕 完全跟做梦一样 只感觉脑袋猛猛的 再然后就到了现在 咚的一声 叶玄丝毫没有客气地 敲了洛天一一个脑瓜崩 妮子 叫我什么呢 从今以后 你可都要叫我老公了哦 不然 老公可是会翻牌 情侣扑克惩罚你的 洛天一听闻脸蛋疼得一红 一想到情侣扑克 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 哼 鬼才上你当了 情侣扑克 别人或许不知道 这代表着什么 洛天一可是太清楚了 而且 他们识操过不知多少次 不然如今也不会怀上双胞胎 叶 老公 我们去哪啊 洛天一刚想叫自己男人的名字 不过想到那个家伙说 要翻牌子 当即下的急忙改口 这次我们去英国 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 看着眼前绝色芳华的家人 叶璇继续着 一来 我们这次去度蜜月 二来算是两个小家伙出生前 为数不多的一次二人世界了 哼 算你有良心 听到某个家伙的话 洛天一哼哼地说着 只是 我们就这样走了 不太好吧 洛天一有些担忧地说着 虽然他们婚礼结束了 但婚宴可还没结束呢 还有诸位亲朋还没离开 没事 我已经给爸妈说了 叶璇不在意地说着 至于他老丈人和丈母娘 开玩笑 给他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有一丝不快 天海机场 贵宾后车室 嗨 美女 一个人吗 洛天一正期待着 跟叶璇二人世界英国之行间 一个金发碧眼的帅气青年 来到洛天一对面坐下 打断了洛天一的思绪 嗯 洛天一看了眼身前的青年 我男朋友去了洗手间 我劝你还是离开吧 不然 呵呵 是吗 青年呵呵不屑一笑 他作为英国贵族尊贵的男爵缅下 见到如此漂亮的人 怎么可能轻易退去 这没关系 待会儿我跟你男朋友好好谈谈 老公 听到青年的话 洛天一非但没生气 反而嘴角泛起弧度 却是那一抹的笑容 看得青年菲尔 双眸未知一亮 喉间都是不自禁地吞咽了口口水 眼前这个美人 可比之前他交往的那些女孩好上太多了 甜甜的声音传出 这道声音 一处菲尔的骨头都听苏了 我的天 这若是能泄后几晚 岂非要升到天上去 拿下 这个漂亮的女孩必须拿下 接着菲尔寻眼望去 就是视野中看到了一个 比他还帅上甚多的男人 不由心中生起了莫名的嫉妒 老公 你要是再晚一点 说不定人家就跟别人走了哦 洛天一哼哼笑声打去着 却是叶璇啪的一声 打在了洛天一的后面 看得菲尔眼珠子都直了 该死 那应该是自己的 安纳着激动期待的心绪 菲尔上前 你就是这位美丽女孩的男朋友吧 很高兴认识你 认识我 叶璇看了眼 菲尔便是未在意 你有多高兴 菲尔 新号百分号新号 哎紧号紧号 听到叶璇的话 菲尔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着实被憋得不清 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十万 菲尔也懒得啰嗦 直接出了一个价格 比一的看了眼叶璇 十万 你离开你女朋友如何 洛天一听闻一愣 这家伙要十万块 买自家男人离开自己 叶璇也是被眼前的菲尔给挣了一下 这年头 还有如此狗血的人 也算是占了见识 怎么 菲尔见到叶璇 微醋眉宇 戏谑道 嫌少 也对 这样吧 一百万如何 菲尔志在毕得说着 却是不知其举止 在叶璇看来 完全跟傻逼一般 小子 一百万可不少了 有了这一百万 下辈子你都不用愁 而且我可是英国的男爵贵族 若是你答应我 交你这个朋友 啪 菲尔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叶璇一巴掌 扇飞了出去 滚 你压的脑子被驴踢了吗 现在什么玩意儿 都能进机场了吗 此间也是 幸好只有叶璇三人 不然指不定引起多大乱子 不过却是与此同时监控市中 卧槽 那不是叶绍吗 我滴乖乖 竟然有人敢打叶绍女人的主意 那个外国老是在找死吗 一个天拳安保的成员 看到屏幕中发生的事 哑然道 哪里 这间 保安室的五六个人 齐齐地围了过来 刚巧看到叶璇一巴掌 将搭讪贵族 菲尔山飞的一幕 叶绍这一巴掌 牛逼啊 好厉害 这一巴掌 至少二十年功力 岂是那小子能挡得了 嘿 那小子怕是要在 作死的道路上 越去越远 监控市的几人 笑看着贵宾市的监控 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开玩笑 有叶绍在 怎么可能用得了他们 你敢打我 贵宾市场中 菲尔一咕噜爬起来 双眸涌现的满是难以置信 他无法想象 竟然有人敢打他 他可是英国 这儿巴金的贵族 他父亲 更是尼克罗城的洛克伯爵 代理尼克罗城的城主一职 身份尊贵的他 何时受过此种待遇 当即就怒了 打你 叶玄看着菲尔 眼底泛起一缕沙芒 信不信再啰嗦一句 我让你走不出天海 平淡的声音传出 却是丝毫不加掩饰的含义 自菲尔为谷直冲天灵盖 当即倒吸了口凉气 不过对此 洛天一并没有觉察到 你好小子 你给我等着 菲尔孤独吞咽了口唾沫 撂下句狠话 凶恶地瞪了眼叶玄 将他的样貌记在心里 狼狈地离开贵宾后车室 菲尔离开后 洛天一不由地 白了眼自家男人 你呀 看把人家给吓的 至于吗 呵呵 当然至于了 勾起角色老婆的下巴 叶玄笑声地打去 谁让他在这当电灯炮的 现在就我们两个了 来 让老公壁咚亲一下 老公 你 洛天一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是被某个家伙 在贵宾后车室 壁咚了起来 法师热吻传开 当即突如其来的狗粮 差点没将监控室 天拳安保的几名保安 给惊得昏厥过去 卧日 叶绍真男人 这操作 压的 不是一般的生猛 叶绍 威武霸气 牛逼了 监控室一时间沸腾热议 就在这间 其中的保安队长一拍大腿 坏了 叶绍办事绝对不能让人打扰 给小张 他俩打电话 务必守在贵宾室门口 任何人不得进入 嗯 阿世 队长 当下 一名保安便是给同伴保安打了电话 而对此夜选两人丝毫不知 若被落天一知晓 此刻他们么么哒被人看到 不知 还会不会如此享受 天海机场 某个角落 你说什么 一个青年诧异的 看向贵宾休息室方向 那个小子的目的地是 尼克罗城 好 我知道了 菲尔接完电话 眼神闪烁 再度看向贵宾休息室方向 去尼克罗城 小子 老子若不让你付出代价 老子就不叫菲尔 当然 教训了那个小子后 然后再跟那个漂亮的女孩 么么大邂逅一番 如此方能解他心头之恨 哼 小子 老子倒要看看你能得益多时 说罢便是乘坐预定的班机 朝着尼克罗城飞去 脑海浮现着种种 让那个小子 付出百倍千倍代价的计划 不过对菲尔的谋划 夜选显然丝毫不知 当然即便知晓 也不会放在心上 由天海机场前往 尼克罗机场的旅客请注意 您乘坐的 MU-7766次航班 现在开始登机 请搭好您的随身物品 再者听到飞机登机的提示声 洛天一这才将某个家伙给推开 你要死啊 这里可是机场 这若是被人发现 可如何是好 说话间 红扑扑脸蛋的洛天一 还不忘狠狠白夜选一眼 怕什么 咱们现在正眼领了 婚也结了 夜选揽着绝色家人的手 大言不惭着 就是咱们光明正大那傻 别人也说不出什么 监控是众人 夜少就是夜少 这言辞不是一般什么 呸 夜选能鼓拨不惊 洛天一这时看了看周围 见到没人听到那个家伙的话 这才舒口气 瞎说什么呢 赶紧的 要登机了 数小时后 英国 尼克罗机场 一架自华夏方向飞来的客机 稳当地停在了机场 闲踢落下 接着夜选同洛天一 便是来到了地面 看着尼克罗机场 让人舒适合理的布局 可见当初 建造这个机场 费了不少功夫 不过 尼克罗城作为英国除雀王城之外 最富饶的城市 有着此种配置并不为过 很快 两人便是出了机场 事先预定好的酒店 已然早有人在机场出口等待 先生 女士 慕尼黑酒店 很高兴为您服务 有劳 微笑将行李包递给前来的司机 两人便是上了黑色商务车 继而朝着慕尼黑酒店驶去 稀稀利利 进入房间 洛天一就迫不及待地 拿着换洗衣服 钻进了浴室 坐了一路飞机 着实有些乏了 打算每每洗个澡 然后抱着自家男人睡上一觉 也不知怎店 怀着两个小家伙 总喜欢睡觉 像是睡不够一样 不知道是两个小家伙的缘故 还是他太依赖享受 抱着那个家伙睡觉的感觉 老婆 洗白白等我哦 老公出去买点东西 马上就回来 想着来英国旅游 顺便见见一个月前的威廉王子 哦不 此间应该叫其威廉国王 翠 想得美 谁洗白白等你 哼 浴室中洗澡的洛天一 听到某个家伙的话 脸蛋疼得红韵不少哼哼着 咔哒 听到关门声 洛天一知道 那个家伙离开了 不过虽然嘴上说不洗白白 可是动作上没有迟疑 仔细地洗着每一个地方 若是如此一幕 被外人看到 定然要羡慕死叶玄 那个家伙何德何能 让这般的角色美人 为他做到如此 离开房间后 叶玄来到不远处的一处房间 推开房门 就看到房间中 早已有一个贵气加深的青年 自座位上站起来 此人不是别人 赫然正是一个月前 在叶玄订婚仪式上求援的威廉王子 当然 亦是如今偌大英国新任国王 见到自己的恩人来到房间 威廉王子 哦不 威廉国王怎么可能淡定 第一时间就站起身来 以示尊敬 叶先生 您来了 威廉国王此刻 虽然当上了英国国王 但威廉很清楚 此刻的英国百废待兴 只是真要让英国进入正轨 还需要很长时间 而这期间 若能跟叶玄的那股势力合作 定然会事半功倍 没有叶先生 就没有今日的我 在这里 叶先生受我一拜 威廉说话间 公身弯腰九十度 致以诚挚的谢意 不为别的 单凭叶玄以着众多强者 协助他登临英国王座 便足以让他如此 叶玄并未制止 淡然受之 他很清楚 若是没有自己的帮助 威廉能不能活到现在都两说 对了 叶先生 威廉想到什么 从一旁取出一枚勋章 和一张证书 今日我便兑现一个月前的承诺 这是我英国王室授予的 公爵勋章 和公爵证书 还有 顿了下声音 威廉笑声道 从此刻开始 叶先生 哦不 叶公爵 您便是这座尼克罗城的主人 换句话说 这里便会您作为公爵的封地 哦 听到威廉的话 叶玄一愣 你小子 倒是够大方的 尼克罗城 可是英国境内第二繁华的城市 比之天海只强不弱 如此将偌大一座城池送给自己 这手笔 若让外界知道 绝对掀起平地风波 莫不是 你要我帮你平定英国各地动荡 被戳破心思 威廉并未隐瞒 叶先生慧言 虽然 如今我已经登上王位 但要想让举国境内 在最短时间内 国泰民安 还需猛要 所以 我想代表英国王室 同叶公爵达成合作关系 为表诚意 倘若日后 贝斯特公国想要晋升王国 威廉及王室 定当鼎力支持 威廉知道自己的这点小心思 不会逃过叶玄的眼 所以干脆 直接摆在明面上 反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接下来 英国境内的一系列境况 无疑印证了威廉的明智 同时 天拳安保也在英国举境迅速发展 当然这都是后话 叶公爵慢走 履行愉快 威廉亲自将叶玄送到门口 言语之间 都是有着一丝的恭敬 没有半分的不愿 因为威廉很清楚 若真要打起来 他们整个英国 估计都会被叶玄的那股势力给灭掉 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的武器装备 只能成为摆设 威廉能够在大王子普尔眼皮子底下 活到现在 更将其取而代之 当然不是傻子 相反他很聪明 可以说 只要他维护好眼前这位的关系 那他王位的位子便会越稳 说白了 就算英国的天塌了 都没太大问题 送走叶玄后 威廉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直接同尼克罗城的代理城主 也就是洛克伯爵去了电话 将此间一事 亲自交代于他 尊敬的国王殿下 明白 好 我一定全力配合叶公爵 管理好尼克罗城 简单嘱咐了几句 威廉便是挂了电话 对于这个洛克伯爵 他还是很放心的 毕竟是从始至终 为数不多支持自己的人 若非如此威廉 也不会让他来代理 尼克罗城主一职 不出意外 叶玄回到房间 赫然看到角色家人 已经换好情趣睡衣 洗白白躺在被窝 哟 妮子狗乖的 见到自家老婆乖巧的模样 叶玄咧嘴一笑 等老公洗下 就好好宠你 话说今天还是 他们举行婚礼后的 第一个夜晚呢 长夜漫漫 今天一定要给那家伙个 刻骨铭心的记忆 十分钟后 快速洗了一番 叶玄穿着睡衣 便是来到房间 入墓地则是一副扑克 不出意外 赫然是两人交流 许久的情侣扑克 见到叶玄出来 洛天一脸蛋浮现一抹晚霞 观人 请翻牌奴家伺候你歇息 疼的一下 一股热气 直接飙到最高 这妮子 还真不闲事大 妮子 那是为了庆祝 今天他们的盛世大婚 显然 洛天一想要留下 一个美妙的回忆 叶玄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 接下来的经历 必将终生难忘 老婆 那我可翻牌了 以你气氛中 叶玄上下 打量着曼妙身姿的角色老婆 眼中 则是露出着宠蜜的神色 感受着叶玄宠蜜的目光 洛天一眸间闪烁一抹液 心间肩上 满满的都是甜蜜和幸福 特别是嘴角微微弯起的弧度 这一刻 在微暗灯光照射下 显得格外动人 意在这间 叶玄翻开了一张情侣扑克 上面写着的 赫然是怀中揽月 而且还配着卡通人物动作 来吧 洛天一看着情侣扑克 脸蛋微微红郁 就这般 倒挂金勾 仙人止落 燕子超水 长夜漫漫 这一夜注定将成为 洛天一最为难忘的经历 当然对叶玄来说 也差不多 三刻钟 五刻钟 七刻钟 随着时间推移 情侣扑克被两人玩得不亦乐乎 如此一幕 若是让外人看到 绝对会惊掉大牙 因为此种战况的激烈程度 比他们所了解的惨烈 至少十倍 而且 这还是王小说的 一日 清晨 两人自睡梦中醒来 来到三楼用餐 虽然菜品味道比不上夜悬 但也足以比九成九以上的酒店要好 两人用餐间 周围的客人 皆是一轮纷纷 听说了没 今天慕尼黑酒店 要举行拍卖会呢 当然 慕尼黑酒店拍卖会 可是三年一度很是罕见的 可不是 很多富豪贵族 可是慕名而来 为的就是参加这场拍卖会 嗨 那种地方可不是我们能惦记的 毕竟动辄数百万 甚至上千万美刀 谁伤得起 听着周围客人的话 夜悬本不想理会 却在这间系统的声音传了过来 叮 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 参加拍卖会 奖励纠集健保能力 外加300亿RMB 拒绝任务 体质加二 正在吃饭的夜悬 听到系统传来的声音 不由得为之一愣 参加拍卖会 便能获得纠集健保能力 外加300亿RMB 如此操作 简直丧心病狂 这若是让外人看到 绝对羡慕掉大牙 有点意思 夜悬嘴角微微弯起弧度 尼喃说着 骆天一听到自家男人嘀咕着 不知什么 狐一道 宝公 你说什么呢 哦 没啥 夜悬微笑着 想到系统的任务 随口道 闲来无事 不如待会儿吃完饭 去酒店的拍卖会 看看如何 拍卖会 听到夜悬的话 骆天一想了一下 便是答应下来 好啊 我也好久没看过拍卖会了呢 骆天一顺从地说着 他当然不是喜欢看拍卖会 而是因为是跟夜悬在一起 只要跟这个家伙在一起 他无论干什么 都心情不错 这 或许就是爱一个人的感觉 老公健保能力 可是很厉害的 待会儿让你看看 你家男人的厉害 骆天一 欠 就你 还健保 不被别人坑死才怪 骆天一很无良地说了句 却是刚说完就被夜悬咚的一下 敲了脑瓜崩 痛得骆天一嗡的叫了一声 声音很眉也很甜 周围的男同胞们 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妮子 找打势吧 怎么跟你家男人说话呢 反了天了 看来昨天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 笑看着自家老婆 特别是此间的模样 煞是好看 你哼 听到某个家伙的话 骆天一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而且脑袋里不知道 在想些什么心跳 紧跟着砰砰的剧烈跳动起来 我不理你了 说吧 骆天一将脑袋转向一边 一副不跟夜悬说话的架势 那般赌气的神色 活脱脱就是一个陷入爱和小女生 跟自家男朋友撒娇 羡慕得周围客人都要炸裂 OMG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般漂亮 让人充满保护欲的女孩 完蛋了 好像恋爱了怎么办 感觉好像恋爱了 不出意外 餐厅周围的男同胞们皆是如此 甚至他们某一刻 有种想要冲上去 将那个夜悬飞 自己跟那个美女摸摸的 只可惜 他们只敢如此想想 毕竟 若是真实见了 怕是不知道有多少人 死在自己女友 或是媳妇手里 我滴乖乖 那哥们够厉害的 竟然将这么一个美女 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混蛋 那样的美女 应该是老子的才是 我敢打赌 我见过的影视明星 都没有这个女孩一半漂亮 若能跟这样的女孩一晚邂逅 老子就是死也都愿意 奶奶爹 那个小子走了狗屎运吗 放开那个女孩让我来 叽叽喳喳的热一声 自四周响起 骆天衣显然意识 觉察到周围众人的注视 不由狠狠瞪了眼某人 你看你 都是你干的好事 接着 骆天衣脸蛋微晕 再听到人们的热议 即便已经早已 习惯两人的关系 依旧有些不好意思 就像是赤果果的 被他们看到一般的感觉 怪我 怎么会 明明是你自己长得太好看 远听闻微微一笑 这锅他可不悲 这怎么能怪他呢 众人 卧日 要不要这么撒狗粮 真心一点都没考虑 他们的感觉吗 这狗粮可不好吃 心好赛 而且还是超级赛的那种 你 瞎说什么呢 骆天衣狠狠白了眼叶玄 虽然心里美滋滋的不行 可被这么多人注视着 感觉超级不自在 瞎说 我说的是事实好吗 撒自己的狗粮 让别人无路可走 不吃 听到叶玄无良的话 骆天衣一个没忍住 给笑了出来 别平了 赶紧走吧 狠狠白了眼某个家伙 嫣然一笑的风情 不知俘获了多少男同胞 若是有可能 他们真的想把叶玄挤开 然后将那个美丽的女孩 就地正法 以此宣泄下 他们高涨的热情 当然 即便场中的所有人全上 也不是叶玄的一招之敌 甚至叶玄用一根汗毛 都能将这些人 请客间全部撂倒 至于能否一根汗毛 秒杀满场 这个没人知道 待到叶玄两人 打情骂靠撒狗粮的离去 餐厅众人皆是瞎了瞎嘴 傻了的笑着 也不知道他们想到了什么 或许在精神上 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臆想 七八分钟后 在这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两人来到了三年一度的 慕尼黑拍卖会 而当他们来到拍卖席位坐定 场中已经聚集了不下数百人 而且 你能来这里的非富即贵 毕竟单单慕尼黑酒店一碗的费用 都不下上万美刀 则可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IQ Yuxilam GXLM TV 摄氏度 Omium 对于普通人家 一万美刀 那可是很大的一笔财富 他们存起来用在刀刃上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奢侈的地方 而此间 拍卖会显然已经渐入佳境 此刻拍卖台上的拍卖师 刚刚来到拍卖台 面带微笑地对着场中齐聚的众人 先生们 女士们 很高兴你们能来参加慕尼黑三年一度的拍卖大会 历届拍卖会 我们慕尼黑拍卖行都没让诸位失望过 这一届亦是如此 拍卖师暖场地调动着拍卖会气氛 就这般拍卖会 悄然随之开启 而与此同时 却在两人不远处 一位青年看到思雨完全跟撒狗粮 没什么两样的叶玄和洛天一 那名青年嘴角一抽 眼中的羡慕和嫉妒丝毫不加掩饰 是那个小子 这名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在天海机场贵宾室 被叶玄一巴掌抽翻的男爵菲尔 亦是尼克罗城代理城主洛克伯爵的独子 从小便被洛克伯爵宠坏了 毕竟他也是老来得子 对这个儿子可是百般顺从 而这也造就了如今菲尔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真应了华夏那句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既然到了老子的地盘 那接下来 老子倒要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 菲尔如此想着拍卖东西吗 老子让你空手而归 跟我斗 你还嫩得很 想到此处 菲尔冷哼一声 然而他却是不知道他有多么的胆大妄为 至少此刻的他不知道 意在菲尔不知死活间 叶玄则是收到了来自系统的奖励 叮 恭喜宿主参加拍卖会 获得纠集健保能力 外加300亿RMB 接着 叶玄便是打开了属性面板 宿主叶玄 年龄20岁 体质57 正常人时魅力MAX 技能 纠集音乐能力 纠集奶爸能力 纠集按摩能力 纠集武术能力 纠集厨艺能力 纠集车技能力 纠集书法能力 纠集医术能力 纠集玉兽能力 纠集杀神能力 纠集乐器能力 纠集游戏能力 纠集空违能力 纠集奇异能力 纠集健保能力 物品 提神西瓜X3 格音卡X2 持久胶囊X4 金针一套X1 恢复药水X50D 黑挂大神卡X2 财富2423.09亿 看着属性面板 叶玄忍不住的瞎了瞎嘴 如今财富回暖至2400多亿 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 至于物品 同样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技能 没错 就是技能 此刻叶玄的技能 已然足有15种 而且 每一种都是与神比肩的存在 简直丧心病狂的令人发指 开玩笑 没人知道 15种纠集能力 代表着什么 此间的叶玄 不说秒天秒地秒空气 但绝对是世界最强 这一点 是毋庸置疑的 注意力自属性面板回转 继而看向拍卖席位的拍卖品 不由得为之一愣 因为在那件拍卖品上方 浮现着一串信息文字 青铜三足香炉顶 明朝末期真品 才之为青铜 是双耳三足顶 口边折颜 上利两耳 耳锅后时 上宽下窄 竖井较高 腹部丰满 而鼓出 鉴定价格 200万美刀 看到香炉顶上的详细信息 叶玄微微一愣 这是 健保黑卦神器 系统这波操作厉害了呀 则则 果然系统一如既往的够意思 想及此处 叶玄愈发期待 接下来会有何种物品 参与此次拍卖了呢 黑卦神器 不错 有了究极健保能力 可以说 叶玄穿梭于各种古玩市场 以及拍卖会 将无往而不利 显然 此间场中亦是如此 想到此处 叶玄嘴角不禁地弯起着弧度 不过却是看得一旁 骆天衣秀眉微醋 老公 想什么呢 笑得那么阴险 骆天衣白了眼身旁的自家男人 没好气地说着 叶玄见状 事先落在角色老婆曼妙的身材上 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 嘿嘿 当然是在想我们家宝贝呢呀 嘖嘖 显然 这一刻多了一个黑怪的叶玄 心情很是不错 骆天衣 翠 瞎说什么呢 哼哼 骆天衣感受着某个家伙的眼神 怎么会不知道 自家老公是什么意思 直到现在 他们都不敢想象 昨天他们竟然翻牌子了那么多次 30万美刀 50万美刀 80万美刀 随着众人的拍卖 最终这口鼎 以着230万美刀 被一个本地富豪买走 以着那个富豪的咖位 显然是买去收藏 接着 拍卖台的拍卖师 开始了第二件 第三件 第四件 君辞没平 辽带真品 高36厘米 口径5.3厘米 胸径15厘米 底足直径8厘米 胸腹部有烧制过程 自然形成的影运形玫瑰子 不规则右斑 鉴定价格 300万美刀 龙泉窑双耳瓶 宋带真品 口径为7.4厘米 高20厘米 重0.4千克 此平盘口 细长颈 颈部带双耳 折尖 筒腹 圈足 通体满是清幼 幼色饱满 银润明亮 如冰四玉 颈部有些许开片 鉴定价格 350万美刀 乳瑶花卉老冠 阿三国真品 一件件来自世界各国的古玩字画 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而且品质皆是上上之选 可以说 每一件拍卖品的价格 都不低于百万美刀 显然 慕尼黑拍卖行 有着自己的拍卖底线 毕竟价值太低的 拿出来拍卖 只会拉低他们慕尼黑的身价 同时也是浪费拍卖客人的行为 叶玄从一开始就没出手 直到一件物品的出现 刘金释迦牟尼佛头 唐代真品 高40厘米 面宽26厘米 周长约120厘米 佛面风机龙准 两耳垂肩 端庄慈祥 行神兼备 鉴定价格 无价 著 此佛头外表 由特殊同志浇灌高仿 内力为真品 哦 看到拍卖台上的释迦牟尼佛头 叶玄第一次的产生了兴趣 唐代无价之宝 有点意思 而这间 拍卖台上的拍卖师 已然出生 好 接下来第23件藏品 此拍卖品名为 刘金释迦牟尼佛头 虽是杜同高仿 但手艺即便在当时 也是顶尖存在 极具有收藏价值 拍卖底价100万美刀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10万美刀 100万美刀 110万美刀 130万美刀 各方叫价此起彼伏 在座的都是内行 虽然他们不知晓 这头像为无价真品 但单从外形工艺来看 显然勾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200万 一道平淡的声音 自拍卖席位传出 接着众人视线 便是落在了叶玄身上 一时间 不少人纷纷退却 毕竟直接标了70万美刀 显然这个价格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 210万美刀 我要了 叶玄声音落下 一旁早就等不及的菲尔 嘴角掀起弧度 那个矛头小子 这里可是他菲尔的地盘 是条龙也得给他盘着 500万 依旧云淡风轻的声音传出 菲尔冷哼一声 510万美刀 1000万 哗 叶玄又一道报价传出 整个拍卖会现场 都是未知震动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出价上千万 就买下这个佛头 只是真的值吗 这只佛头 价值最多 不超过200万吧 拍卖台的拍卖师 也被吓了一跳 之前他就听人说 华夏人傻钱多 如今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菲尔听闻 整个人也是傻眼 那个小子 莫不是个愣头青 想到这里 菲尔谋间的鄙视之意 更浓一分 显然是已跟这样的货色竞价 感到耻辱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了 释迦牟尼佛头这位先生 出价1000万美刀第一次 1000万美刀第二次 1000万美刀第三次 啪 随着锤子落定 这件佛头 被叶玄 以这1000万美刀的价格拍下 如此一幕 叶玄直接被贴上了 败家子的标签 哼 老子之前竟然被这样的一个傻蛋打了 脆 什么玩意儿啊 菲尔瞥了眼叶玄 继而看向其身旁的角色美人 奶奶滴 难怪那个女人 对她死心塌地 原来挺有钱 不过 有些时候 可不是单单有钱就行的 接下来 第24件藏品 一把绣剑 质地坚硬 不知其合物 鉴定价格一百万美刀 竞拍开始 拍卖台上 拍卖师看着仇步之下的那柄秀迹斑斑的锈剑 原本他们想要将这件拍卖品撤拍的 不过并未研究出其为合物 慕尼黑也就放弃了 这才抱着一丝试试的心态 毕竟 万一拍出了呢 一秒 三秒 五秒 满场陷入寂静 唯有夜悬眸间 涌动着一丝亮芒 使皇帝配剑太阿剑 没错 这赫然是秀剑真身 半分多钟后 见到无人近拍叫价 拍卖师苦涩一笑 看来这柄秀剑要流拍了 既然如此 那我宣布 这件拍卖品将被定为流拍 一百万 我要了 熟悉的声音传开 接着众人寻眼看去 赫然便是看到出生的人 正是刚刚以这千万美刀天价 拍下释迦牟尼佛头的那个败家子 众人心头的嘲讽 更浓一分 洛天一此刻 都被夜悬的操作给整猛了 大坏蛋你干什么 那个秀剑 你竟然给一百万买下来 疯了吗 之前的那个佛头就算了 虽然千万美刀 但洛天一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可能是这个家伙看出了点什么 可眼下废旧秀剑 除了坚硬 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感受着周围人一样的目光 洛天一的脸蛋都是微微火辣 这个家伙 不会被他们当成傻子了吧 哎 一时之间 洛天一的心绪无比复杂 不过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这些钱对自家男人来说 并不算什么 妮子 你懂什么 叶璇看着一锤定音 拍卖达成 这个秀剑可是个宝贝 洛天一 呃 宝贝 真的假的 显然 听到叶璇的话 洛天一表示非常质疑 毕竟那把秀剑卖相 着实不怎么好看 而且 人家慕尼黑拍卖行 用了不知多少方法 都鉴定不出来 这家伙只是看了一眼 就知道是宝贝 说实在的 洛天一完全不信 当然真的 见着身旁的角色 佳人不信 叶璇嘴角勾起糊涂地坏笑着 老婆若是不信 不如咱们打个赌如何 打赌 听到自家男人的话 洛天一微微一正 什么赌 这个嘛 叶璇沉吟了一下 上下打量着洛天一 若是这个秀剑 价值超过一百万枚刀 今晚咱们将情侣扑克 翻个遍怎样 洛天一 翻个遍 你要死啊 第一时间 洛天一就不淡定了 昨天他们情侣扑克 也不过十多张就睡过去了 这若是挨个来一遍 估计一天一夜都完成不了 接着 叶璇多次接连出手 至于如何运回国内 这对叶璇来说太简单了 现如今百里无双正在英国 就让他跑一趟 至于可能会有别有用心的人惦记 他丝毫不担心 毕竟能赢下 如今百里无双的人可不多 拍卖会很快结束 而此间时间 也是来到了中午十分 赴完前后 叶璇跟慕尼黑拍卖会说 好来取这些拍卖品的时间 继而跟洛天一 便是返回了房间 毕竟 参加拍卖会 只是他们蜜月之行的小插曲 一刻钟后 简单收舍下的叶璇和洛天一两人 便是带着简装 叫了辆出租车 朝着世界著名的水天之境景区而去 两位想必是冲着水天之境 旅游景区区的吧 说起水天之境 那可是我们尼克罗城的骄傲 每年单单旅游收入都不下上百亿 来此旅游的游客人次 更以一字统计 这位尼克罗城的民众 显然很健谈 说话也很风趣 气氛很是愉快 不过很快 愉快的气氛 便被一道急刹车声打破 皆是因为 前方有着一块巨石挡道 就在司机师傅刹车停下后 此次 道道汽车声自两旁响起 此间暗处保护夜玄的 冥王殿半部战神巅峰高手谋中 涌现杀意 都给老子注意点 有人要对店主动手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等我命令 一旦店主出现不可控因素 立即格杀所有人 不得让店主 特别是店主夫人和肚子里的孩子 受到半分伤害 是 大人 听到这名半部战神巅峰强者的话 身后十数名顶尖高手郑重出声 虽然店主很强 但能不让店主出手的是 他们自然不会劳烦店主 只是店主不想在店主夫人面前暴露身份 所以未到万分危急时刻 他们不会动手 场中 刹车声停下 紧接着数十号人自车中涌了出来 而无比一致的是 这些人身上 皆是有着军人的气质 啪啪啪啪 就在这间 一道充满嘲讽意味的掌声 自一旁传出 既然一名青年赫然出现在了场中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洛克伯爵的好儿子菲尔男爵 小子 很不错嘛 菲尔来到场中 此间底气十足 完全同之前在天海不一样 毕竟这里是尼克罗城 他父亲可是代理城主 菲尔男爵 司机师傅显然第一时间就认出来菲尔 这可是尼克罗城的名人 他怎么会不认识 一颗心疼地提到了嗓子眼 孤独吞咽了口唾沫 给他一千个胆子 也不敢得罪菲尔 小子 怎么不说话了 之前在拍卖会上 不是很牛吗 一个不知天高地后的小子 也敢打我 给我上废了那个家伙 菲尔可没那么多耐心 待到将那个小子打倒后 那个女孩就是自己的了呢 嘖嘖 想到此处 菲尔更是迫不及待起来 住手 就在夜旋准备出手间 一道爆合声传来 而当听到这道声音 数十号军人皆是神色一变 就是菲尔都是谋间闪烁恶然 父亲 你怎么来 啪 菲尔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洛克伯爵 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洛克伯爵发誓 这是他凭生用力最大的一次 菲尔直接如同死狗一样 被自己老头子给拍翻在地 父亲 你 啪 菲尔猛逼到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父亲 他竟然打自己 而洛克伯爵 丝毫未将自己儿子的惨样 放在眼里 闭嘴 再多说一个字 老子抽死 你个混账东西 说吧 洛克伯爵深吸了口气 无比忐忑 对着夜旋恭敬弯身 洛克见过夜公爵 见过公爵夫人 右手放在左肩 前程的九十度弯腰 不仅仅他 其身后的众人亦是如此 至于那个菲尔 以及周围的数十军人 直接就傻眼了 卧日 什么鬼 公公爵 还有 公爵夫人 细思极恐 刚刚洛克伯爵的举动 已然证明了一切 也就是说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是 无比尊贵的公爵大人 这 见过公爵大人 见过公爵夫人 奶奶滴 想通事情的关节 他们可不敢有丝毫造次 要知道 公爵的爵位何其尊贵 若是他们刚刚有所冒犯 万死难辞其咎 啪 就在这间 洛克伯爵再度一巴掌 抽在自驾儿子后脑勺 直接给拍的跪在了地面 混账小子 还不跪下磕头 给叶公爵 和公爵夫人赔罪 接着 洛克伯爵再度恭敬一分 公爵大人 这是我不争气的儿子 冒犯了公爵大人 按照律法当之灵蚀之行 明日 我亲自压着这混账小子 在尼克罗城所有民众面前 将其凌迟 哄 听到父亲洛克伯爵的话 菲尔同人骤然一说 我日 父亲竟然要将他凌迟 马德 这老头子疯了 还不赔罪 说完 洛克伯爵再度啪的一声 抽在了儿子菲尔脸上 这一下 直接把嘴角都给打裂了 力道之狠 看得周围众人都是眼皮子 狂跳不止 孤独 即便嘴角打裂 菲尔依旧吞咽了口唾沫 奶奶滴 一向纵容 他的老头子 如此往死里揍他 用脚趾头 菲尔也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 公公爵大人 我 我错了 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大人 咚的一声 说话间菲尔 直接一脑袋 狠狠地刻在了地面 对自己那叫一个狠 开玩笑 这点痛 可比刚刚他老头子洛克伯爵 打他亲太多了 他此刻哪里还有半点 针对叶玄的意思 压呸的 除非他活得不耐烦 公爵大人 这是 洛天一看着场中 整个人都镇住了 他 看到了什么 眼前一幕 确定不是在做梦 这家伙什么时候成了公爵 怎么他一点都不知道 就像是凭空出现一般 起来吧 看了眼地面诚恳道歉的菲尔 叶玄云淡风轻着 知道吗 你很庆幸 有个好父亲 否则 你将会给你的家族 带来灭顶之灾 呼 听到叶玄的话 悬着柯欣的洛克伯爵 这才舒了口气 别人不知道 眼前这位大人的可步 他可是一清二楚 作为威廉王子 现如今威廉国王的心腹 当日的一幕 他可是有着切身体会 少许后 公爵大人 公爵夫人慢走 洛克伯爵 恭送着叶玄两人 司机师傅整个人脑海 都是猛然状态 公爵大人 公爵夫人 我的天啊 这 公 公爵大人 刚刚小的 有眼不识泰山 您别见怪 孤独吞咽了口唾沫 心头的那个激动 无以复加 压得他开车这么些年 何时给这般的大人物 开过车 一时间司机师傅 鱼有熔焉 压佩的 回去后今天的事 他可以吹嘘一年 不 至少三年 无碍 开车吧 叶玄玩耳一笑 不过听到公爵大人话的司机师傅 腰杆都是 比直了一分 深疏了口气 神色都郑重了不少 是 公爵大人 声音落下 司机师傅将二十多年的老司机 技术施展得极为稳健 开玩笑 自己拉的可是公爵那般尊贵的存在 由不得他不重视 暗处 望着车子离去的方向 冥王殿的那名半部战神巅峰的强者 瞎了瞎嘴看向远处 殿主这是成了英国的公爵 那个威廉国王还真是购下血本的 大人 殿主这就成了英国最尊贵的贵族了 随同前来的十多名冥王殿高手 亦是猛猛地看着场中 公爵爵位 那可是除了国王之外 最高的爵位了 与此同时 场中被抽猛逼的菲尔 被手下掺了起来 菲尔心有余悸地望着车子消失的方向 孤独后怕地吞咽了口唾沫 父亲 什么时候国内又出了个公爵 没听说有什么策封仪式啊 菲尔如此说着 不过也不怪他如此 毕竟英国每每有着公爵勋爵被授予 那可是备受瞩目的事情 亦是每一位英国公民的最高荣誉 你懂什么 再三确定叶玄走后 洛克伯爵这才彻底地输了口气放松了下来 接着看了眼自己不争气的儿子 你知道刚刚那位是谁吗 菲尔 这 谁啊 显然菲尔对叶玄的身份丝毫不知 洛克伯爵整理了下思路 吞咽了口唾沫威威道来 王室威廉王子登基的事 你知道吧 一个月前 威廉王子便是有着叶玄公爵的支持 才扭转乾坤 杀了普尔王子身边众多高手 虽然不知道 当时威廉王子的府邸有多少高手 但其中顶尖高手 至少九成以上都是叶玄公爵的势力 哼 听到父亲洛克伯爵的话 菲尔脑海轰然一鸣 眼珠子骤然瞪大 一个月前 覆灭普尔王子一行 还九成以上高手 父亲 你是说 是那个家伙他 主导了王城王位之变 菲尔也不傻 父亲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这一刻 菲尔心头掀起了滔天骇浪 我滴乖乖 那个家伙 竟然有那么厉害的手下 那自己刚刚还对人家动手 起飞 想到此处 菲尔不由地 看向周遭丛林 这周围不会已经有着 那个家伙的恐怖手下吧 若是如此 刚刚父亲哪怕晚来一刻 那些人动手之下 他菲尔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甜 开玩笑 王都普尔王子 以及那么多高手 都不是对手 他算个毛线 细思极恐 菲尔想到 当初在天海机场贵宾 是挑衅的一幕 直接惊得一身冷汗 啪的一声 这一刻 菲尔自己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看得周围一众手下嘴角抽搐 我之前 究竟得罪了怎样的存在 老子是在找死吗 众多手下 我滴乖乖 菲尔少爷也是个狠人啊 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少许 水天之境景区 已然静在眼前 司机师傅稳稳停好车子 为公爵大人和公爵夫人打开车门 公爵大人 公爵夫人 慢走 送走两人后 司机师傅伸出了口气 娘的 老子今天都经历了什么 简直跟做梦一样 司机师傅瞎了瞎嘴 正神了许久 抽了根香烟 吞云土雾 平息心绪后 才一脚油门窜了出去 今天发生的事情 着实对她的冲击不小 今日之事 必定终身难忘 却说另一边 骆天一也甚是愕然 叶玄 你什么时候成的英国公爵 我怎么不知道 骆天一狐一的眸光 锁定在自家男人身上 英国公爵啊 那可是 而且 即便她都是第一次来英国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的事 竟然盯点征兆都没有 见着角色老婆清成脸蛋上的疑惑 叶玄微微一笑 宠溺地捏了捏她那弹指 可破得翘脸 还记得我们 定婚一世你看到的那个人吗 当时我说了 那人是个王子 你不信 之前他有事求我 并且订婚一世的蛋糕 就是由英国王室首席厨师亲自做的 未表谢意 威廉王子 不 准确来说 是如今的威廉国王 给了我一个公爵的勋爵 至于封地 说到此处 叶玄微微一笑 便是我们此刻站在这里的 尼克罗城方圆千里之所 威廉王子 听到自家男人的提醒 骆天一赫然便是想到了 订婚一世那次 他的确看到有个人 自包厢中离开 而且 那人身上 有着自古自理散发的贵气 当时他还奇怪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那个人 就是威廉王子 如今英国的国王 说实在的 骆天一有点忙 这个家伙 究竟有多少东西瞒着自己 英国国王都来找他 一时间 骆天一的心头 掀起了无边波浪 而在这时 两人便来到了水天之境景区 最著名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望过去 犹如镜面一般的湖面 同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 目之远处 水天交融 此景赫然为水天之境 清风吹拂 视觉 听觉和触觉 共同作用下 整个人前所未有的舒服 感觉这一刻 所有的压力烦恼 竞数随着清风消散 心境前所未有的宁静 此处 称之为世外桃源 都不为过 哦 这个地方 好美 骆天一此间的注意力 都是被周遭的场景吸引 一双汪拳的美眸 眺望远去 深吸了口气 顿时间感到神清气爽 喜欢吗 叶璇见着自家老婆的模样 嘴角勾起糊涂 是个开心的孩子 脸蛋上浮现着 令此间水天之境 都只为黯然失色的笑容 水天之境人很多 各国 各种皮肤的人皆能看到 不时更有着小情侣和夫妻拍照留念 记录下这个美丽的瞬间 老公 我爱你 感受着水天之境的包裹 骆天一的嘴角 掀起着迷人的弧度 若是此刻有人看到 定然会被其得笑容而倾倒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这么宠我 我真的真的好爱你 傻瓜 你是我老婆 我不宠你宠谁 刮了下骆天一的小穷鼻 骆天一的耳中则是心间捐起了比蜜汁还浓上好几倍的甜甜感觉 整个人被填得不要不要的 你是我老婆 我不宠你宠谁 那个家伙 真的是要把自己宠到天上去吗 想到此处 满满感动的骆天一 双眸涌现着涟漪 扬起天鹅般的脖梗 看着好爱好爱的人 老公 我要轻轻 叶玄 先是一愣 接着便是见到角色家人情动的模样 捧着精致如玉的脸蛋 与水天之境众人瞩目下 赫然来了一波法师热吻 OMG 好浪漫 水天之境热吻 这两人好会玩呀 那个男生好帅 女的也超级漂亮 音音音 不啊 那个女的倪奏凯 帅哥是我的 不过 感觉那个男生好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叽叽喳喳的热议吐槽声 自四周响起 其中步伐有着华夏人 当然一时间未能将夜巡认出来 虽然他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演唱会 但毕竟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间太少了 狗粮的突然来袭 当即在水天之境中 引来了不少游客的侧目 特别是一些单身狗们 羡慕的眼珠子都碎落一地 鸭呸的 这就是那该死恋爱的味道吗 妖兽 水天之境景区游完了几个小时后 水天酒煞 屹立在水天之境景区的酒店 在这里可以用餐歇息 同时也可以小气一下 不得不说 尼克罗城对水天之境的设计 非常人性化 烤窗卡座 点了五六个味道还算不错的菜品 喝着红酒 想着难得蜜月的时光 爱情甜蜜的味道 与此刻饮绕心间 久久未能平息 美酒 家人外加美景 人生之巅峰莫过于此 叶璇想着 大半年之前 不由感慨万千 时间过得真够快的 午餐过后 两人便是开了个房间小气一会儿 当然期间少不了的富裕一番 直至落天一美美地睡了过去 想着刚刚几个娴熟的翻牌操作 回味起来还蛮不错呢 是 叶璇来到阳台 某一刻 察觉到 远处水天酒煞旁 密林一闪而逝的煞气 不禁使得叶璇微微醋眉 叮 宿主触发随机任务 击杀黑暗叫停神位 收服欧阳坝下 任务选择一 接受任务 获得反例十倍 封顶1200亿RMB 任务选择二 拒绝任务 身高增加一米 哦 系统的声音响在耳边 叶璇视线望向煞气所在 黑暗叫停 封顶1200亿 这个任务倒是不错 叶璇沉思了一下 嘴角勾起弯度 身影一掠 直接消失在了天水九煞 天水九煞旁 密林深处 叮叮叮 静气横飞 土石崩坏 每一招之下 都带着超强的攻击 即便寻常的战神之境 强者都不敢硬抗 碰 沉闷声响传开 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 披着黑色长袍上 绢刻着烈焰太阳的标识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黑暗叫停十二位主神 太阳神坐下第一神 魏普鲁托 普鲁托作为战神巅峰之下强者 只要战神巅峰不出 他便无敌 欧阳霸下 怪就怪你 不该跟我黑暗叫停为敌 下辈子擦亮眼做人 冷声之下 普鲁托未免夜长梦多 挟着致命一击 直刺心脏 得罪我黑暗叫停的人 都得死 划破空气的一击匕首 仿佛穿越空间般 出现在了欧阳霸下身侧 本就被普鲁托重伤的欧阳霸下 满面绝望 黑暗叫停 我黑天与你们不死不休 哼 区区一个小小的黑天组织 便敢同我黑暗叫停叫嚣 去死吧 想及此处 普鲁托并未再多说什么 攻击速度再度飙涨一分 却是就在这间 钉的一道金芒 撞在普鲁托的匕首之上 下一刻 恐怖的力道 直接将普鲁托给先飞出去 脚步踉呛 退后足有好几步 才堪堪稳下身形 黑暗叫停 还真是一如往常的霸道 刷的一道身影 出现在欧阳坝下的身前 这一幕 欧阳坝下一辈子都不会忘 嗯 稳定心神的普鲁托 视线继而落在了 出现在场中的叶玄身上 你是何人 敢阻我黑暗叫停办事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说到此处 叶玄王位的弧度 看向普鲁托 黑暗叫停是我的敌人 什么 你 普鲁托话还没说完 便是感到搏尖一痛 紧接着鲜血飘洒 骤然号称战神巅峰之境下 无敌的普鲁托 正经的神色 带着浓郁的不甘 和滔天的难以置信 普鲁托结束了 他的凄惨一生 直到临死之前 他都不敢相信 那个人丝毫不惧 怕他们黑暗叫停 而且最可怕的是 那个家伙的实力 简直强的可怕 一招必杀 欧阳坝下看得呆住了 准确来说 不是一招击杀 因为他连叶玄 怎么出手的都不知道 可不 此人实力 比他战神巅峰的老子 也就是黑天组织的首领 还要厉害 而他的父亲 欧阳坝下谋间涌动很忙 他的姐姐欧阳若丹 被黑暗组织残忍迫害 此仇不共戴天 欧阳坝下不满父亲不复仇 而气氛之下 独自一人 杀上了黑暗叫停的 英国一处分布 谁知碰上了 十二主神太阳神的最强神位 继而便有了此目 欧阳坝下 自己死了没事 可他还没有给自己姐姐报仇 而此间的夜悬 给了他希望 而且 此人的实力远超他的想象 若有他的帮助 将来覆灭黑暗叫停 必定把握大上甚多 动 欧阳坝下想到此处 他明白 眼下就有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 直接单膝跪在地面 感谢大人相救 欧阳坝下这条命 今后是您的了 大人但有吩咐 坝下定万死不辞 哦 见到欧阳坝下的架势 夜悬一愣 没想到这小子挺会来世 实不相瞒大人 我同黑暗叫停仇怨不共戴天 听到欧阳坝下的话 夜悬便是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既然如此 他当然很乐意顺水推舟 黑天组织少主 这个资质和身份不错 既能得到一大干将 更能完成任务 何乐而不为 好 即日起 你便是我冥王殿下第四位天王 霸下天王 欧阳坝下听闻 神色一阵 接着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夜悬 大人 莫不是 您就是冥王殿店主 虽然是疑问的口气 但他已经确信了八九分 开玩笑 能够指认天王一职 除了冥王殿店主 还有谁 普通 当即欧阳坝下知道 夜悬这个指派意味着什么 再度单膝跪地 属下谢店主栽培 既然来了 那就出来见个面吧 夜悬接着 朝一个方向看去 下一刻刷刷的便是十多道身影 出现在场中 接着齐齐单膝跪地 见过店主大人 看到出现的这些人 欧阳坝下心头愕然 一名半步战神巅峰 两名半步战神 还有十多名顶尖高手 而且这些人身上浓郁的煞气 可以看出 每个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倘若这些人暗杀他 他即便不死 也会重伤 这位 今后便是冥王殿第四位天王 见过坝下天王 一行十数人恭敬弯身 他们当然知道 这个人跟他们其他三位天王大人一般 皆是战神之境 如今更归顺他们冥王殿 如此礼遇并不为怪 接着 夜悬一回手下 众人进阶散去 仿佛从未发生过一般 如此之速度和秩序 比他们黑天组织 至少好上数倍 见着寝客间消失踪迹的十余人 欧阳霸下感慨间 夜悬看了眼欧阳霸下 现在我交给你个任务 店主吩咐 嗯 夜悬见着欧阳霸下郑重的模样 微笑道 其实也不算是任务 我想让你成为黑风的首领 欧阳霸下 店主 这 听到夜悬的话 欧阳霸下是真的一猛 不过并未迟疑 苦涩道 店主 我父亲可是战神镜巅峰的存在 而我只是战神镜 又怎么会是他的对手 这个任务 估计至少要在两三年之后 两三年 是吗 夜悬笑看着欧阳霸下 接着翻手取出一只橘子 把它吃下去 你看看 是否还需两三年 啊 欧阳霸下 显然也有些疑惑 店主随身还带橘子 也不知道他放在哪的 不过也没多想将一只橘子吃光 至于下毒之类的 完全没必要担心 什么 这是 我的力量还有身体 好神奇的橘子 双拳握了握 欧阳霸下眼犯金芒 若再有十个八个这样的橘子 我定能迈入战神镜巅峰 到时候那个老东西 也阻挡不了我 若是此刻欧阳鹤天知晓 不知会不会将欧阳霸下 打得他自己都不认识 此件事了 我先走一步 击杀黑暗叫停神卫 收服欧阳霸下超乎想象的顺利 恭送店主 欧阳霸下公身弯腰 不过带他回神过来场中 已然没了夜悬的身影 甚至他连夜悬如何离开的都不知晓 店主好强 欧阳霸下吞咽了口唾沫 战神巅峰之上的境界 店主究竟什么实力 奶奶爹 头一个任务 就让自己反自己老子 这操作听起来还蛮刺激的 另一边 暗处冥王殿的人 一时嘎嘎嘴 店主神威啊 黑天组织少主 战神级别强者的存在 分分钟就被收服 这一刻 夜悬他们的店主 在其心中的位置 蹭蹭地飙高招 叮 恭喜宿主完成击杀黑暗叫停神卫 收服欧阳霸下任务 获得十倍反力 反力封顶1200亿RMB 夜悬闪身鬼魅般 出现在水天酒煞房间阳台 在夜悬的时间里 黑暗叫停太阳神麾下 第一神魏普鲁托 客死一香 看来这妮子睡得够香的 估计是累坏了吧 夜悬嘴角勾起弧度 脱去外套 嗅着骆天衣身上独有的味道 拥着骆天衣睡着 当然在此之前 夜悬顺手地将120亿 转给了罗普斯 嘱咐着 这是建造龙之骨 以及周边建筑的第二笔字经 武器时分 夜悬做了个美梦 梦到了自己 被三个小棉袄腻歪的不行 即便在睡觉 嘴角都是挂起着弧度 两个小时后 万里晴空 清风吹拂 水天之境海风迎面吹来 夜悬仅有的一丝睡意被吹散 而此刻绝色佳人的 骆天衣衣着薄薄睡衣 绣发随风舞动 从夜悬角度看去 这一刻 骆天衣美极了 特别是 微微泛起着金色的阳光 倾洒在那被天使吻过的 迷人脸蛋上 周围的空气 都因此暗淡了数分 某一刻 一双有力的大手 自身后还住了骆天衣 嗅着令人贪婪 而为之着迷的味道 这么早就醒了 嗯 听着满含雌性的声音 响在耳边 骆天衣的翘脸 顿时间便是被灿烂的笑容 和甜蜜取代 老公 你真的是英国的公爵啊 我到现在都感觉像是在做梦 骆天衣刚刚想的便是此事 正正地望着远方 说真的 我都不敢相信 放眼目之所及 都是你的天下 哼哼 怎么样 你家男人厉害吧 听着骆天衣的感慨 叶璇体怀笑声着 骆天衣则是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当然厉害了 不厉害 你会有那么可爱的三个小棉袄 还有现在的两个小宝宝 是吗 凭着骆天衣的话 叶璇继续着 种子就算再好 也要耕甜耕得好才行 骆天衣 你 瞎说什么呢 骆天衣脸淡娇羞一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人 是刚坠入爱河的小情侣 若是此幕被那些小夫妻看到 指不定要有多羡慕呢 若是此间狗粮能够具现 甚至都能将整个水天之境填满 而且还是毫不夸张地讲 届时 不知会有多少人被这些狗粮 给硬生生叶死 打情骂俏腻歪了好一会儿 两人收拾了一下 继续着游玩尼克罗之名的各大景区 无忧无虑 无牵无挂 这样的二人世界 骆天衣很清楚 带到又有两个小家伙出生 就很难有了 摩天灯塔 饿鬼谷 屠龙潭 带到两人返回慕尼黑酒店时 已然是晚上七点钟 吃完早餐的两人 这才回到了房间 扣扣 就在两人回到房间不久 自外面便是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一位四十左右的中年男子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慕尼黑酒店的幕后老板 也是英国的贵族 亚伦伯爵 同时 亚伦伯爵和洛克伯爵 还是多年之友 在威廉王子推翻普尔逼宫事件 也出了不少财力物力 以及人力 算得上是一位功臣 尊贵的公爵大人和公爵夫人 请原谅我的疏忽和唐突 忐忑万分抱歉的神色 看得落天衣 感觉那般不真实 虽然不知道眼前此人是何人 但单凭其身上散发的无形贵气 便可以知晓 此人怕是比之前的洛克伯爵 丝毫不低 对了 尊贵的公爵大人 这是您拍下的几件物品 另外 说到此处 亚伦伯爵脸上有些尴尬的道 公爵大人 这其中有好几件 都是我们鉴定颇有微词之物 可见公爵大人对剑宝一道极为精通 不知我们可否有幸瞻仰一番 听到亚伦伯爵的话 在其身旁 早已等待几位头绪发白的老者 这几人赫然皆是英国境内 极有名望的剑宝大师 同时也是慕尼黑拍卖行的鉴定师 说白了 就是坐镇的 他们此次前来一半 是来看那几件古玩拍卖的本尊 另一半则是冲着叶玄来的 毕竟尼克罗城的新任城主 无比尊贵的公爵大人 他们也想见见是什么样的 据说威廉王子之所以能击败普尔王子 这位公爵可是功勋卓著呢 不过 当看到叶玄的年纪时 这几人皆是吓了一跳 此人最多也就二十出头吧 奶奶爹 二十出头的公爵 在他们英国乃至各国 都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此间消息若传出去 不知会掀起怎样震动的风波 这个 当然可以 叶玄没多想便是答应下来 这对他来说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然而对亚伦伯爵等人则受宠若惊 开玩笑 能亲眼一睹公爵大人健保手段 这对他们来说可是无上荣光 即便回去至少都能吹嘘半年 甚至更久 而且他们很是期待 毕竟 这位二十左右的公爵 给了他们太多的神秘感 二十岁公爵 这话说出去 别说人了 鬼都不信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则是惊呆了包括亚伦伯爵 以及诸位健保大师在内的所有人 酒店 房间中 此刻亚伦伯爵让手下 将叶玄在拍卖会上买下的一件件物品 小心翼翼地放在桌案上 接下来等待的便是叶玄 哦不 是他们公爵大人的细细品说 接着第一件 赫然是叶玄在拍卖会上 第一个出手的释迦摩尼佛头高仿品 只因公益和年代 方才价值两百万 然而 包括亚伦伯爵在内的所有人 看到佛头后 皆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他们可是知道叶玄 哦不 是公爵大人在拍卖会上 直接拍下一千万美刀高价的 公爵大人 莫不成这释迦摩尼佛头有蹊跷 亚伦伯爵 能成为尼克罗城为数不多的伯爵之一 更是选择支持威廉王子 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 开玩笑 能够帮助威廉王子 绝地反击的主导者 会为了争口气 做出有失身份的事 至少他不会相信 诸位健保专家 亦是纷纷将视线落在了叶玄身上 毕竟他们同样不幸 能成为他们尼克罗城主人的人 会如此不堪 蹊跷 难道 洛天一这件视线 亦是落在了叶玄身上 真的假的 不会吧 真有蹊跷 虽然不知是否如此 但从叶玄直至如今 依旧丝毫慰慰乱的表情 已然说明了一切 真有蹊跷 洛天一想及此处 嘴角不经抽搐 一个价值超过一千万的佛头 他可从未见过 不仅仅他 亚伦伯爵等人也是如此 就在这时 叶玄拎起一把铁锤 朝着释迦摩尼佛头 狠狠砸去 洛天一 亚伦伯爵等人 什么鬼 这是 那个杂法 破罐子破摔 还是毁尸灭尽 叶玄 你 DUN 一铁锤在这众人瞩目下 静止狠狠敲在了 释迦摩尼佛头上 发出碎裂之声 下一刻 佛头便是直接被敲了个稀巴烂 洛天一刚要说的话 都硬生生地止住 完全被叶玄的操作给梦了 不过 剑宝师几个老者 则是发出着难以置信的声音 这是 怎么会 释迦摩尼真撇 这竟然是真撇 如此说来 这个琉璃 释迦摩尼佛头 亚伦伯爵深吸了口气 释迦摩尼佛头真品 若这般是真的话 那其他的起飞 想到此处 亚伦伯爵孤独忍不住吞咽了口唾沫 接着 不多时 一个仿佛如通自泥土捞出来得到头关 迈向很不好 这也是诸位健保大师们 没整明白才智的原因 因为他们尝试过很多方法 最终皆以失败告终 噗 叶玄一口烈酒福特加喷洒在头关之上 再然后更用高温烤干 继而再度丢进冷水 整个头关发出滋滋的声响 水蒸气弥漫开来 一时间客厅中雾气缭绕 接着叶玄探手取出 既然原本迈向难看的头关 此间赫然是一顶王冠 而当亚伦伯爵看到这顶王冠 眼珠子骤然瞪大 这是王室国王象征 英国王冠 百余年前 这顶王冠不是由于内战而得知了 如今既然重现 这下不得了了 周围众多健保大师也是感慨万千 百余年来 历任国王都在全力找寻 可最终都没能找到 没曾想今天被叶玄公爵拍到 诸位健保大师瞎了瞎嘴 叶玄看了眼亚伦 像是丢纸团一般 随意地将英国王冠 丢给了亚伦伯爵 如此动作 吓得健保大师们冷汗连连 亚伦伯爵第一时间 小心翼翼地将王冠接住 我弟乖乖公爵大人疯了 这可是无比尊贵的王冠啊 拿去吧 这个 就当是我给威廉的回礼吧 亚伦伯爵一行 回礼 我去 这回礼可不是一般的小 若是国王陛下知晓 定会格外高兴 开玩笑 若有此王冠 威廉威望定然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提升到最高值 届时处理起来 其他各方势力也更有底气 蓝亭集续 真记 史皇帝佩剑泰拉 图坦卡蒙 黄金面具 死海骨卷 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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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一件件的无价之宝 最终每一件无价之宝 皆是以着这种形式 再度绽放往日荣光 亚伦伯爵看着此幕 完全被震到了 这得是多高的剑宝能力 才能做到如此 这一刻 亚伦伯爵 以及诸位剑宝大师 看向叶玄的眼神彻底变了 开玩笑 此间的一幕 他们跟做梦一般 若非发生在眼前 他们真的难以置信 会有人一次性 得到这么多无价之宝 亚伦伯爵感慨的同时 嘴角浮现的近视苦涩 着实今天的事情 对他的冲击太大了 他无法想象 他们慕尼黑错过了什么 这些原本可都应该是他们的 亏大了 亏大了呀 不过店主大人也够意思了 直接送给他们王室王冠 这可比其他的无价之宝好多了 公爵大人 公爵夫人 我等告退 参观结束后 亚伦伯爵一行人 一不三回头不舍地看着 那个房间里 可是有着他们从未见过 那般多的无价之宝 每一件出现 那都是轰动一方 甚至一成一国的事 更不用此件的十多件无价之宝 此事若传出去 绝对会将整个尼克罗城 乃至英国给炸掉 离开房间后 亚伦伯爵面色警告地 提醒着出来的一拨人 今天的事 任何人不得泄露 一旦让我知道 我定让他后悔来这个世上 伯爵说笑 我们怎么敢 诸位健保大师善善一笑 他们哪里还敢外转 他们即便有那个贼心 也没那个胆子 得罪无比尊贵的公爵大人 蜜月时光 转眼即逝 半个月以来 洛天一着实被叶玄宠到天上去了 洛天一开心地向着孩子 尼克罗机场入口 公爵大人 您和公爵夫人 不多待一段时间 此刻 场中除了叶玄和洛天一外 还有这两人 此两人赫然是洛克伯爵和亚伦伯爵 显然来此不是别的 正是给叶玄 他们送行的 不了 我在国内还有事 既然我现在是尼克罗的城主 今后若有事情可以联系我 至于现阶段 也就劳烦洛克伯爵 继续代理城主职务 是 公爵大人 洛克伯爵公身弯腰 如此一幕 若是让外人看到 定然引起平地风波 也得亏了此刻 并没有人关注他们这边 恭送公爵大人 公爵夫人 交谈了一会儿 洛克伯爵和亚伦伯爵 微微弯身着 已是尊敬 直至目送着飞机起飞 这才回过神来 真是难以置信 公爵大人竟是如此年轻 亚伦伯爵瞎了瞎嘴 一旁洛克伯爵意识感慨 是啊 第一次知道公爵大人的信息 我也被惊到了 再三确认之下才敢相信 何止年轻啊 洛克 你不知道公爵大人 刚来尼克罗的第一天 在慕尼黑拍卖会上 亚伦伯爵 当即便是将发生在慕尼黑酒店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而听到亚伦伯爵的娓娓道来 洛克伯爵的神色 由差一变的惊恶 直至最终变成浓浓的震惊 亚伦 你说什么 洛克伯爵谋间涌动的近视震动 公爵大人他 接连在拍卖会上 拍下了十多个无价之宝 其中还有王氏医师百余年的英国王冠 这 听到此处 洛克伯爵脸上再也无法保持淡定 视线继而眺望向 已然飞往华夏天海方向的专机 公爵大人 竟然还是位剑宝高手 专机中 公爵大人 公爵夫人 这是为你们准备的甜点 有需要随时叫我们 一位颜值至少93分的腹白气质小美女 特别是那一双笔质修长的精致美腿 不去登三轮 真是可惜了 去吧 是 公爵大人 那名腹白貌美的空姐 不着痕迹地跟叶璇抛了个媚眼 叶璇微微一笑 洛天一当然也是 察觉到空姐的暗送秋波 怎么样 空姐身材好吧 一般般 也就相当于我家宝贝的十分之一 瞄了眼远去的空姐 实话实说着 却是引来洛天一一个白眼 切 鬼才信 切了一声的洛天一 嘴上如此说 心里则是甜丝丝的 他当然知道 那个家伙不会对空姐感兴趣 毕竟自己身材那么好 而且技术也不错呢 气氛静谧而美好 少许 洛天一望着砖机外浮动的白云 思绪飘飞 老公 我就这么成了公爵夫人 虽说十多天的蜜月过去 不过洛天一依旧感觉 不是那般真实 公爵夫人 那可是最顶流的贵族 甚至在此之前 在她的认知里 自己同这一称呼 完全就是永远不可能 相交的平行线 不然呢 见着洛天一正正的模样 叶璇微笑着 若是让这妮子知道 她不但是英国的公爵夫人 还是贝斯特公国 及其覆灭的米西公国公爵夫人 不知其会做何感想 哼 我真的很好奇 你究竟有多少东西 是我不知道的 洛天一娇哼一声地说着 每当他以为自己 很了解那个家伙的时候 他都会发现一些 让他始料未及的事情 之前如此 如今成为英国公爵 亦是如此 一桩桩 一件件重现眼前 这一刻 洛天一恍然发现 即便他自认为 是最了解自家男人的人 都感觉他依旧很神秘 让人看不透他 究竟有多少重身份 想知道啊 嗯 洛天一听到叶璇的话 小鸡啄米地点着脑袋 打起着十二分的精神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听着 这个容易 见着自家老婆期待的模样 叶璇嘴角皮坏一笑 今晚事情 若是让你家男人满意了 保不其会告诉你一点 洛天一 叶璇 你去死 听到此言 洛天一吟哑咬得歌之作响 而见着两人的打趣 着实羡慕 坏了服务区等待的几名空姐们 OMG 这就是洛克伯爵说的公爵大人吗 超暖 好帅 嗯嗯 而且那个女孩也太幸福了吧 我要是她一定 天天跟公爵大人摸摸打 可惜啊 以着那个女孩姿色 咱们怕是 连当小三的机会都没有 叽叽喳喳的声音 自这些空姐口中传出 若让外界知晓此目 定然会提着砍刀隔空放话 放开那些空姐 让我来 只可惜 这一幕无人看到 更无人知晓 闲暇之间 叶璇调出了属性面板 查看一下此间战绩 宿主 叶璇 年龄 二十岁 体质 五十九 正常人时 魅力 MAX 技能 纠集音乐能力 纠集奶爸能力 纠集按摩能力 纠集武术能力 纠集厨艺能力 纠集车技能力 纠集书法能力 纠集医术能力 纠集玉兽能力 纠集杀神能力 纠集乐器能力 纠集游戏能力 纠集控雷能力 纠集棋艺能力 纠集健保能力 物品 提神西瓜X3 格音卡X2 持久胶囊X4 金针一套X1 恢复药水X50D 黑挂大神卡X2 财富 2323.09亿 财富飙到2300多亿 叶璇看到此幕 嘴角微微泛起弧度 不由地白了他一眼 想当然地以为 这个不正经的家伙 在想什么 四季此处 脸蛋微晕的洛天一 一颗芳心 止不住扑通地跳动起来 老勾 谢谢你 专集中 洛天一感慨万千 想着两人之间的一幕幕 若非眼前自家 喜欢到不行的男人出现 他真的不知道 现在自己过着怎样的生活 如今的他 有个如此宠自己的老公 事业也是蒸蒸日上 还有三个可爱的女儿 再不久的将来 他们也将有两个小家伙出生 完全就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女孩最重要的 无非是 有个温馨的家庭 此外还能追求自己想干的事 如今他都实现了 这一刻 不仅仅是叶璇的人生巅峰 无可否认的 一时洛天一的人生巅峰 傻瓜 谢我干嘛 隔着餐桌 叶璇宠溺地捏了捏洛天一 粉嫩弹指可破的脸蛋 触感极佳 如此一幕 使得洛天一脸蛋疼得晕红一分 他真的超级超级享受这种 被那个家伙 捏自己脸蛋的感觉的呢 我是你家男人 这都是 我该做的不是吗 暖暖的声音传出着 却是直接炸翻了服务区的几名空姐 这位公爵大人太甜了吧 有钱人都这样吗 完蛋了 好像恋爱了怎么办 心跳得好快 这种感觉好奇妙呢 数小时后 专机中的空姐们 皆是恋恋不舍地目送着叶璇和洛天一的背影 走向机场出口 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羡慕 说真的 若是有可能的话 他们真的很希望 那个好运的女孩是他们 而不是洛天一 感觉还行吧 蜜月结束 车中叶璇笑看得问着一旁翘脸幸福的洛天一 嗯 这是我过得最最开心的蜜月 洛天一显然心情也是甚好 半个月的蜜月时间 他们拥有了一幕又一幕美好的回忆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开车驶向九龙一号别墅 吹着天海的风 微微舒了口气 果然 还是天海的空气来得舒服 姐 瞧你那德行 洛天一白了眼某人 此次英国蜜月之行感触颇多 谁能想到一次蜜月 却让他发现了 这个家伙身上的大秘密 多大轰动 说话间 别墅已然静在眼前 两人皆是嘴角不禁地弯起了弧度 因为脑海皆是浮现了三个小家伙 张牙舞爪的画面了 爸爸 爸爸 妈妈 回咧了 抱抱抱抱 车子刚停下来 三个小家伙在女佣们的怀里 奋力挣扎着 兴奋地挥动着小胳膊小腿 萌哒哒地可爱极了 车门开启 诺诺萌萌寒寒 想妈妈了没 嗯啊 诺宝亲密地亲了口洛天一 聪明极了 萌宝和韩宝也不甘示弱 在爸爸怀里 摸爱的亲了口爸爸的脸颊 幸福的要爆炸得多 一家人这狗粮撒的 女佣们看在眼里 心里羡慕得不行 甚至 他们都有种迫切想要结婚 也生个这么可爱宝宝的冲动 我天了 少爷夫人 这家太甜了 完蛋了 狗粮暴击伤害 三位小主不要啊 我仿佛已经看到 三位小主再大一些 我们被狗粮清洗的画面了 少爷 求放过啊 女佣们 积极喳喳吐槽 看着少爷一家进入别墅的画面 超暖超甜 好生羡慕 回去定要找个帅哥 好好谈一场恋爱 他们到时候 也要生三五七八个女儿 超级想当女儿奴的呢 只可惜 得不到少爷的优质基因 不然也不用舍尽求远 好气 闹腾了许久 三个小棉袄靠在爸爸怀里 一家子躺在沙发上 爸爸 哦 哦想听古斯 洛宝乃里乃气的说着 想要说却说不清楚 那般呆萌的模样 可爱极了 而此时三个小家伙 距离一周岁 也不到半个月 贝斯特公国的百亿龙之谷游乐园 也竣工来到尾声 肖天彻在奋斗了不知多少个日夜 终于完成了游乐园的建造 鬼知道他是如何度过的 听故事啊 好呀 对于三个小庙的请求 叶璇一向不会拒绝 那我给你们讲一个 丑小鸭的故事吧 见着爷四个腻歪的模样 洛天衣嘴角弯起弧度地看着 好呀 爸爸 开思吧 别墅中 女佣们看着自家少爷 和三个小公主的模样 眼睛里满满的都是羡慕 甚至在这那么一刻 他们都有种想要变成少爷的女儿一样 当然 若是少爷不嫌弃他们的话 听好啦 在这夜旋平时丧良心 使用系统商城各种逆天水果 特别是智利核桃 着实使得三个小家伙 说话比平常孩子快了好多 话说一枚天鹅蛋 在鸭窝里被母鸭付出后 因为长相与众不同 而被大家当成丑小鸭 因此 自从蛋壳里爬出后来 便到处挨打 被排挤 被讥笑 不仅在鸭裙中是这样 在鸡裙中也是这样 雌性的声音 仿佛有着某种魔力般 吸引着萌萌诺诺和寒寒三宝 三个小家伙 眨巴着忽闪的大眼睛 认真地听着 那般模样 完全不像是还不到一个月的孩子 就是一岁半 估计都做不到这样 要不说 系统是个好东西 压呸的 这三个萌宝 可是夜旋的心肩肉 别说此间这么一点 就是需要两亿 二百亿 甚至两万亿 他都眼皮子不带眨的 此种心情 只有为人父母后 才能有所体会 只要有更好的 就是抽血卖肾 也要给自家孩子 父爱母爱之伟大 实则便在于此 随着夜旋的声音 唯唯而出 三个小家伙脑袋里 浮现了一幕幕画面 一枚天鹅蛋 在鸭窝被母鸭孵化 不过却因为长得另类 而被嘲笑 三个小家伙 仿佛是变成了 那只丑小鸭 随着夜旋的声音起伏 心绪也跟着波动起来 受尽排挤 以及各种冷嘲热讽 不过勇敢坚强的丑小鸭 丝毫没有伤心 反而更加地坚定自己 最终成为了一只 漂亮的白天鹅 原本以为 只是个故事的落天衣 在听完这个故事后 显然也觉察到了 这故事中满满的正能量 眸间闪烁涟漪 这个家伙 为三个小家伙 真是用心良苦 少爷这故事厉害啊 沈亿当然也是听出了 故事中蕴含的大道理 不过能以这如此通俗 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来 着实很不简单 这间看向自家少爷的眼神 都是涌现了些许敬佩 至于女佣们 虽然不曾意识到故事不凡 但却被自家少爷的声音 给俘虏了 少爷的声音超暖超好听大 音音音